修炼有这么几个步骤 一个就是从要有人情味 就是说你没有人情味 你不可能修除神仙来 也不能修除佛 那你首先人成佛继承 所以在修炼的时候 人情这个要动 人的慈悲心要动 那你的慈悲心从哪个地方能够动 每个人不同 每个人都有切入点 所以说你关到耶稣 在十字架上 那你又关到了这个耶稣 流出他的宝血来 那这是耶稣基督通过这个 相应之后 来挤发你的这个慈悲心 可是这是你的 首先你从一个做人 看到自己的这个敬仰的圣者 为众生而流泪 你感觉到这个悲情发动 那这证明你还是个人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有的人很冷血 看到什么都不会流泪 看到什么都当作没看到 那这种是冷血的 无情无义之人 而这种人 即便是混进修炼的队伍中 他也没有办法成就 因为他没有具备人的这个真情 所以是 那么这是从人性 人情这个角度来讲 那这是我们修炼者 要走的第一步 你要是个活泼泼的人 人应该有的感情 你都应该有 而不是说自己上去修 就修一个铁士心肠 我是佛 我是什么 对人间的东西冷血 没感情 什么东西都没感觉 那这就修错了 所以这个问题 对大家一个引导 那么再来看 耶稣基督是什么人 耶稣基督 大家理解的 他是只是这个基督教 天主教的一个教主 实际上 我们从实相意义上来讲 他是个圣者 是通过特殊的修炼方法 技术方法训练自己 然后真正成就的一个示范的 从凡夫到圣者 在西方他叫先知 这样的一个超凡入圣的 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修炼者 那么西方教修炼者是先知 我们东方 这个在印度称修炼者 为成就者 为阿罗汉 为菩萨 为佛 三种层次 那在我们华族文化中 称为神仙 神 有神 有仙 仙又分 几等仙 那么其中最高的是大罗金仙 那么大罗金仙他就是阿罗汉的果位 就是不再次了 已经超越了生死轮回了 那么这个当然前面还有什么鬼仙 人仙 地仙 天仙 这都是在不同的六道空间中成就的这些神和仙 所以是在大罗金仙这个层次 才到了阿罗汉以上的层次 那么在网上才有这个 我们叫这个大地这个称为 大地这个称为上面是天尊 在上面是无量天尊 到了无量天尊 就相当于佛的佛果了 已经佛果圆满了 无量了 叫无量天尊 那你在天尊这个层次 还相当于菩萨这个层次 所以这里面是有区别的 那么在大地这个层次 那么他已经是在行道的菩萨了 也就是他超越了阿罗汉 他已经开始理人间的事情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是不同的称为 实际上果地里是一样的 也就是打到的这个果 也就是之前我给大家讲的 你叫水 人家叫water 那么这个水既是water water既是水 那么从明相上表述 明可明 非亨明 他有不同的描述 这个是大家要从这个地方去理解 称为上的这个不同 并不是果地上的不同 这是从人情上来讲 你是这样看到耶稣就流眼泪 但是你还是个人 有同理心 大悲心 那么从这个基础上 再往上升 要超越 因为你不能是个人 特别是你到了狮子班 经过二年级的历练 二年级已经告诉你要不做人了 那么所以你到了三年级的这个水平 上了狮子班 那么更要往这个超人的这个方面去发展 所以说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超越人情 达到真情真意这个水平的 那这个时候是真情 真情是什么 真情就是要从圣者的角度 站在他的这个心态上 再去看这个事情 那么耶稣被吊在十字架上 这个他的目的是什么 实际上他跟我们的很多的东方的造像树 他是一个不同的一个思维 我们东方是从圣者荣耀这个方面去造像 所以大家看到的诸佛菩萨都是零罗绸缎 然后荣光焕发 闪着金光 所以是这从这个荣 这个尊者荣耀这个方面 让你升起悉贤求圣的心态 就是我看到圣贤了 我看到榜样了 我也要能够和他们达到同样的水平 从这个角度上 我们来塑下 但是西方他通过耶稣基督的这个造像 是这个放在十字架上 吊在上面的这个造像 但他实际上是从一个 另外一个角度 让你去认知 认知人活着要做什么 人的身体是不是真正的主人 他是从这个角度来提醒你 耶稣基督的肉体丢在那个地方 就告诉你 这个根本就不是耶稣 这只是耶稣的躯壳 一个人真正成就的是里面的神石 那么我们华族称之为灵魂 就是庄子说的叫漠然无魂 这个我们体内有三魂有七魄 你感到达到了这个圣者的水平的时候 你的魂跟魄都没有了 叫漠然无魂 魂没了 魂没了那不就称死人了 不是 魂没了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魂魄立体以后变成的轨道众生 去重新投胎 轮回的众生 那一种是漠然无魂 是达到了魂跟魄都化成光 魄七魄变成了七佛 三魂变成了三清 或者变成了三世佛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所以他就没有魂了 没有魂了就是变成了无量光 这是纯净的没有染的灵光 成就了灵光体 这个灵光体 它还以你这一身的肉身的形体做模子 叫做模具 你这一身长什么样 然后你在这个隐态空间里面 你成就的那个无量光身 净发身 干净的 清净的发身 那它就长你这个样子 所以是发界耶稣 最后经过这个 死而复生之后的重生 它是用光视线的 所以是看着 冒着金光闪闪 这个白光 耀眼的白光 那么现出它的身体来 现出耶稣的像来 那它的信中要去磨它的身体 它说你现在不要磨我 因为我还没有坚固 我们叫金刚身 有了 但是还没有兼顾金刚人 它什么时间才能兼顾呢 所以是 它说你等我回到父那个地方之后 我回去了以后再回来的时候 我就兼顾金刚了 我那个时候就不怕你触摸了 所以我们从经典上的记载来看出了 那这个佛法 基督教的方法 天主教的方法 或者道教的方法 它是一脉相承的 为什么我们这不传宗教 而传圣者智慧 传智慧生命的高科技 那道理就在这 就是我们从实相意义上去理解 所有的圣者 所有的成就者 实际上它都达到了同样的水平 它成就的方法 都必须经过金刚心 金刚身 兼顾金刚身 前面一定要有菩提心 菩提心前面要有同理心 大悲心 要真正的不是为自己而活着 像耶稣基督一生 他没有给自己治房地产 没有为自己的做任何的事情 一生游学 像我们的老子 像孔子一样一生游学 像释迦牟尼一样 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 是属于他的 他到处都是游学 为什么 视线了一个不染 就是跟这个尘世间的物质的东西 我不再染而超越而超脱 大家从这个更高的圣者的真情 真意上来看 耶稣视线的 他视线了一个什么道理呢 他告诉你 你们不要在乎这个肉身 要从这个肉身中究竟解脱出来 肉身只不过是个躯壳 那你们曾经在农村生活过的人 北方生活过的人 会看到那个蝉 那个枝的 树上叽啦叽啦叫的 那个枝的 枝的他有的时候爬在那个树上面 你走进来一看原来是个枝了皮 一个空壳 里面那个枝了不见了 飞走了 所以这个叫禅化 又叫禅退 禅对 所以是那么这个道理大家要重视 我们人也是个虫 你的躯壳只不过是个躯壳而已 你的肉身只是个躯壳而已 那么肉身里的那个主人 他是神石 或者叫你的灵魂 灵魂是不死的 你这被躯壳坏了 你这一生躯壳坏了 你的灵魂是不死的 灵魂不死 如果繁复的灵魂 它只会在六道中重新的轮回 而圣者的灵魂变成了灵光 变成无量光 而不再入六道轮回 到了一阵法界 所以是大家要重视 这是从十项意义上 看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这幅像 那么这里面一个人情意义上 你必须要去生起悲心 但是你不能停留在这 有的人看到耶稣像 就流眼泪不停 就流眼泪不停 一辈子看见他就流眼泪 这个叫魔障了 什么叫魔障 被人情魔障了 你被悲情喜怒哀乐悲恐惊 你老是悲悲啼啼的 这个是不对的 明白吗 因为你被这个自己的悲情控制住了 七情中的疫情你跟他染了 所以这一点也是要提醒大家的 是在人心动的时候 身体悲心 这个是必须借助这个的 但是升起之后 要从十项意义上理解 耶稣为什么要把自己定在十字架上来视线 舍其肉身才能成道 舍其肉身才能真正到父那里去 而不要被这个肉身累赘了 连累了 我们凡夫都是被这个肉身连累了 不能够生到父那里去 不能上到一针法界 不能获得永生 因为你误以为这个躯壳 这个肉身就是自己 自己人肉身躺在那 他不能 自己不能动弹 他必须通过你体内的神识 去支配你的形体 耶稣他是没有死 死的是耶稣的躯壳 耶稣的灵魂到获得了永生 他以这个光的形式来视线他的成就 所以他死后之后的复活 那这个就是说是为什么我们传统中 在七天死人 七天死去的七天之内不要烧他 他如果烧着这个躯壳 他的躯壳实际上他在借这个躯壳 他要完成一个最后的一个光化的过程 实际上当你们到了高层次会理解 一些师父们坐在那不动的 他到底是死了还是没死了 他实际上这个时候已经入了特殊的大定 就是骨肉都要化成光的过程 他完全不理外面的 你说我死还是活 他完全不理 他完全在空性中 在重新的在大虚空中 来炼化自己的肉体 这个时候就是完全入大定 大定如死去一般 但是他没有死 但是他需要时间 有的七天 有的七七四十九天 有的甚至更长的时间 所以这个时候不允许去把他的尸体毁坏了 因为他在抽丝剥茧 他从这个躯壳中要把那些灵光都收拾回来 都是会收拾回来 你突然给他烧了 他没收拾完那一块 他就没完成了 所以是师父们入大定 最后视线涅盘的时候 不可以动他的身体 那么据说我们的这个 东密的传人 空海大师现在还活着 为什么大家去这个日本去拜访过他的寺院 后面有一个专门放着他的肉身的地方 据说这个他的指甲还头发在不停的长 他有适者定期的进去给他剪头发 给他剪指甲 那他就告诉他在涅盘中 为什么他在涅盘中 他还没有究竟的完成自己肉身的光化 所以在这个完全光化 你看我现在到了一个时候的时候 我完全不想再理这个晨间的事情 定在那个里面 空性里面 那极其的舒坦 一坐两三个小时不见了 这但是还是不想起来 那么这种境界自己才知道 原来这个时候你体内的光化 整个的细胞的光化 他需要这样的一个时间 充足的时间来完成 所以我才理解 原来涅盘境界进去之后 这个原来是不想再出来 所以说佛不允许我们做菩萨的入涅盘 为什么不让你入涅盘 你入了涅盘 你没有机会众生咋办 好不容易把你修正出来了 你众生不度了 你去入涅盘了 这个好不容易 这个师父们 这么多师父在上面眼巴巴的 用了几十年 培养出一个法王 培养出一个活菩萨来 结果是要借你的嘴 借你的肉体展现行道于人间 结果你不去行道了 你马上要死了 马上入涅盘了 不是叫死了 就是要化掉了 要回到一人法界去了 这还得了 说佛陀在世的时候 有戒律 在菩萨界里面 就不允许你入涅盘 为什么不允许你入涅盘 就是你要度众生 不是自己修完了 自己走了了事 那叫自了汗 所以是 那大家要理解 耶稣基督借着这个钉 把它钉在十字架上面 钉了几天 那么最后 他这个尸体被放到一个洞里 又放了三天 那这总起来的时间 大概是七天时间 从他完全断气 视线了入深令涅盘 口鼻呼吸都没有 到最后的 他的光化成就 他是经过七日大定 才完成的 这从我们的内功实证上面 修行真念真意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步 所以你们作为狮子班的学生 要懂 而不是当成一个简单的 这个耶稣很可怜 你看他很英勇 他为了众生 这都是凡夫的知见 这些都是 实俗的智的 这个理解上面的东西 而不是实相意义上的东西 实相意义 你知道 耶稣通过这个 从肉口中解脱出来 实现了大成就 实现了大成就 那么这位同修 他为什么在念 阿弥陀佛超度的时候 这个脑海中会浮现出 耶稣的这个影像来 掉到十字架上的影像 我们为什么强调 我们这是一个文化机构 是一个平台 不是一个宗教平台 不是一个有些人理解的 你这传什么叫 什么叫你都谢 你这个人怪怪的 实际上我们不是在传什么宗教 我们是借着所有的宗教里面的智慧 启迪你生命的实相 认知生命的实相 学习各个圣者留给大家的 高端的生命科技 然后完成这一生 你也成圣 而究竟解脱不如六道 这是我们借助 所有的圣者的智慧的 使用他们的技术方法 那么为什么你在送阿弥陀佛的时候 会引现出耶稣的 掉在十字架的形象 而生起大悲心呢 所以说我们在超度的时候 你要求得冤亲债主的原谅 你一定要真正的生起 真诚的忏悔心 真诚的忏悔心是在大悲 看到我们如母众生 如父众生 如子众生 在受苦的时候你受不了 但是你还不能够进去那样的 圣者的思维的时候 真思维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那触景生情 在你的八十库中 对你最能够生起慈悲心的那一幕 会引现出来 这是你的神识 从你的八十库中调动出来的 那就是说你 五十节的生死轮回中 有很多事是在基督教 天主教中修炼的 在那里面 你相应 修这种法你相应 所以你虽然在持念 阿弥陀佛的圣号 进入了阿弥陀佛 修炼法 超度法的十相义里面去 他的十相义是什么 十相义 他就是无量光 阿弥陀就是无量光 所以你进入无量光的时候 你引现出来的是 耶稣掉在十字架的形象 那这个就是你八十库里面的种子成熟了 有这个种子 借着这个超度 这个种子成熟 成熟了以后 你的悲心生起 由这个悲心继续生起菩提心 那么多众生很可怜 耶稣基督为众生都牺牲了 都献出自己的宝血 掉在十字架上 钉在十字架上 那众生为什么还不觉醒啊 所以你的神识 从这个点上 进入了生起菩提心 这样的一个大悲心 生起菩提心 菩提心自觉 觉得他就能利益众生 就能真度众生 所以大家要重视 他这是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境界 那这个时候不要有分别心 哎呀我在念阿弥陀佛 这是佛教的方法 怎么出来基督的方法呢 怎么出来耶稣了 我这是不是错了 修错了 那你这个用自己的后天的主观意识 这样一想就错了 所以你见到了十项就是十项 无量光中 光中映现出什么 它就是什么 这个时候就跟你相应 相应就好 相应所有的法都是坏 因为法无我 没有一个固定的法可以修 修法的目的就是要达到那个 你自己生起无量光 生起大悲心 生起菩提心 前面要生起初离心 所以初离心生起 大悲心生起 菩提心生起 菩提心就是自度 自觉 觉他这样的心 所以就能够度众生了 那他就能够完成 阿弥陀佛超度法 达到的十项意 十项意 所以这个时候不要去分别 哎我在修 这个佛法 为什么出来了 耶稣的方法 这是正确的 这是可能的 并且这是事实真相 不是你想象出来的 是从你的八十里面 展现出来的远 就是我们虽然是在座的 学佛的人多 但是你们的大悲心 还不够广大 你们的菩提心 还不够广大 还只想着度佛教徒不行 那么实际上 所有的众生 乃至没有信仰的小草 鸟 虫 鱼 这些蚂蚁 这些昆虫 所有的蠕动 含灵的众生 都是我们普度的对象 何况他是个人 你不能认为他是个人 他信了耶稣基督 你就是佛教徒 就不度他 那你就不是真正的 博大的大悲心 博大的菩提心 所以是这一点 借着这个课题 也给大家解读一下 所以这是这个问题 所以是大家要明白 你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第二个问题 老师提过 我们要有原相为修炼标准 可是熊老师体型教授 请师父开始 每一个师父 他在上面都有不同的本命师 不同的分灵 是哪一尊师父的分灵下来 长相是不一样的 但是熊老师的原相 是你是没注意 如果你们看过 太极修身法的人 熊老师在做前后涌动的时候 那个肚子大还是小 你的肚子大还是小 这是我在修炼 在课程中 在最开始就给你们讲过了 男的小腹腔要圆起来 为什么要圆起来呢 因为你这个小腹腔不圆 然后那个 你里面就不能形成 极光生成器 它是个椭圆形的 女的有子宫 她本身就是把子宫里面充了气 她就是圆起来了 怀了孕了 她也圆起来了 她说这个圆相 它是在这 那么你再注意 我所说的圆相 是相对而假 相对而假 那么你不能够把西方 你看西方很多 那个腿这么粗的人 也叫圆相 对不对 肚子脂肪这么厚的人 也叫圆相 那个叫脂肪堆积 那又不同 真正的圆相 手要圆 头要圆 脚掌要圆 这些32相好里面 它是指的经络通了之后 你的经络像细的 细细的一个头发丝 人家的像一个洗管那么粗 所以你是头发丝 你的手是别的 人家是洗管那么粗 手就是饱满的 是丰满的 是这种原相 不是胖的 不是胖的受不了的原相 所以是这个大家要重视 怎么去辨别这个原相 每个人的体型是不同的 你的肚子也不可能将来 一定像张卜生这么大 手也不可能跟他像他这么大 所以是那么这么厚 那你每个人根据自己 你原来是别的 现在鼓了起来了 那就是原相 而不是去判定这个肚子 修到多少尺寸 那就修到正确了 所以是你注意看熊老师的原相 他的手挥出来的手是圆的 手指都是鼓了的 不是别的 那他的面部的这个肌肉 都是鼓起来的 不是这个正面少了一块 正面少一块 所以是你正面少一块 正面少一块 就是这个能量 你像年老的人 他不修炼 这个颧骨这个地方 开始往里凹了 这就是能量不足导致的塌陷 这绝对不是32相好 所以大家要从这个实相意上 去看待这个原相 那么不同的师父 因为他的本命是不同 或者他的原始分灵的 那个细胞不同 说他下来带着那个形体 它是不同的 你不能要求他都一样 在修炼过程中 还有三肥三瘦之说 你比方说满意上师 你们如果是注意搜他之前的相片的话 那都是很丰满的 但是到了他后期 他为什么现在变得这么 这个精干 那么你注意观 他还有很多地方是原相的 但是他精干 是因为他发了个愿 他发了个愿 然后要把自己的形体调过来 好爬山 不然这个肉太多了 不好爬山 所以最后他发了个愿 然后又用这个壁谷法 修了49天 然后整个形体就改变过来了 所以这是这个相 自己的心有这个愿力 它还是可以变的 还是可以变的 没有老师没有说你修得越肥越胖越好 这个按摩师 你们这个知道我们中心有按摩师 按摩师这个给我调理的时候 他们就老是在那说 老师你怎么跟别人不一样 你怎么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一按一堆肉 哗啦陷下去了 老师这肚子像个气球一样 怎么往下按都按不下去 结果是越用力 还里面出来一股顶他的力量 就是往上顶着他 按不下去的那个力量 不是你这个鼓着肚子 是你这个放松 你睡着了 他也按不下去 他觉得你这个很奇怪 所以里面都是充满了 所有的经络都变粗了之后 都是充的气 他不是你想的是肥肉 所以不要把这个理解成 这个长肥了 这个就不对了 有的人说 你看他那修得好 修得好 还有那么肥的 那弥勒菩萨 那就是没修好了 叫你这么说 对不对 那他肚子比我大多 所以是这个男的越修 他的这个胸腔是越风龙起来的 肚子鼓起来的 那这个胸阔要前后 要你的心量大 要阔 女的是乳房越来越小 因为他小了以后 他的胸腔 他压迫这个胸骨的这个力量就没有了 然后胸腔就鼓起来了 所以是他是不同的 所以是为什么有人在问说 到底观音菩萨是男是女 文殊菩萨是男是女 实际上到了一个层次 这个叫不男不女 他这个不男不女不是你们理解的 变成二一子了 变成太监了 他不是那个意思 他是真正练成了大丈夫身 他也不是男身 他也不是女身 他是已经是练到漏进通的身的时候 他就不可能定他是男身跟女身了 他是阴阳合一的之身 是个男的他就不能是个女的 是个女的他就不是男的 那是二 这是二法 这是在更高层次你们慢慢去理解的东西 所以不要被这些 好像是这个 你看人家练得好的人 是这个像马杆一样的 这个又是master又是肌肉又是什么 那叫肌肉男 那是用西方的方法练出来的 那个到老他都生病的 因为过度的运动 不是正常的 不是健康的 是练得越来越瘦这种 那他这个都是不太正常的 有的人在修炼的过程中 有这样的一个经过 三肥三瘦 不能说这个瘦的都不是高人 不是这样的 因为他要胖 他就很容易胖 怎么知道呢 斯加姆尼在雪山中静坐六年的时候 他最后瘦的就是皮包骨 完全就是甘瘦甘瘦的 那个时候你不能说他是一个没有成就者 所以他后来觉得这样不行 然后光这样不行 他后来到河里洗了个澡 然后结果瘦了牧羊女的一个牛奶的供养 然后马上就丰盘起来了 所以说你们soul 你倒是洗个澡 喝杯牛奶 给我胖起来看一下 对不对 那你真的能这个样 那你是大成就者 是不是 所以说大家要知道这个 不要从形体上看 这个肉体 它不代表什么 是要从他的这个讲经说法和实修实证和他的能耐上 或者他的一些神通异能上你去观察他 他是否是一个真正的大成就者 而不能拿形体 并且你按照这个形体法去判断 那西藏的所有的大喇嘛都是不成就者 为什么 都是这种标准 喇嘛修他都修成这个样 为什么 他修灼火 他使用宝瓶 他下面一定是圆起来的 你看这个我们的阿秋喇嘛 阿秋法王 他也是这样的 你看你们在这个相关的录像中看到他的这个影像 他也是个大肚子大肚皮 那你说他没有成就 大家要重视啊 这个就是说熊老师的身体胖还是瘦 因为他的个子矮 我最知道他胖还是瘦 因为跟他睡了好几年 在一个房间里 那个他他不是瘦性瘦肉型的 不是你们看的那样 但是他的衣服穿得很好 因为这个这个我们他一般你看到他都是西装 穿的西装 所以你看不到他的肚子 他如果穿这个T恤衫 你就可以看到他的肚子 像我们在新加坡穿着T恤衫 你就看到他的肚子了 看到他的原相了 所以是这个不要是光去看照片 或者是这个看到某一个影像 而就是这样说 你真实亲近他 你看着他穿着睡衣 你进去看看他真是胖瘦就看出来了 这原相是一定是一个标准 为什么你圆不起来 就是你的经络系统还是干憋的 第三老师曾经提到封神是否还在三界内 封神神是在三界内的 神这个封神你的这个原神被封神 他基本上是在欲界六重天 欲神封神在四界十八重天 圣神封神在四空天和一真法界 这个圣神之下都不能说成就 这个所以是在论言经中把这个称为什么 称为这个五十阴魔中的一魔 比方说你们修出原神二年级了 那是否这个原神就已经成佛了 这个差远了去了 离成佛他差远了去了 因为他是神 他是原神 他里面有你体内的阴神跟阳神做种子 也就是说原神体内他有阴阳 他根本还没修到一的这个水平了 所以他只是六欲天之内的这么一个天神 相当于在天界封神 给他一个职务负责天界乃至六道中的 就是低欲欲界天下面的管事的 这是原神基本上你们可以 等你们开始修四年级的课的 我们越野环旦中级班的这个课程的时候 那整个就要用西游记来给你们讲了 所以那原神他封了神以后 他的能耐有多大呢 所以他这个最高级的这个原神的时候 他即便级别很小 他到了地界上来 他拿金谷棒往地上一储 那个土地山神就鸡咕咕咕滚着过来见他 慢了害怕被打踢过 所以你看他这已经是天上封神了 所以是地上的神都是护卫他的 听令于他的 所以只不过是他惹倒了龙王 惹倒什么人再上天庭去告状去 是不是 这个你连龙神龙王都要奉他的令 要什么都得给他什么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原神 他到了这个层次 他在是天上得到玉皇 封赏的一个神的一个职务的时候 那你就在你的肉身中展现出 你走到哪里就很多的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比方说这个有的人跟我身边 跟得久的人就知道 奇了怪了 说这一代从来没有停车味的 怎么老师只要一来 总是留一个位置给他 总是有一个停车味 说我们在这根本就从来没停过车 因为从来没有停车味 怎么老师每次来都留一个停车味给他 这些是什么 这些是肉眼看不到的世界 他们在安排 城隍在安排 土地在安排 那些护法神在安排 这就像总统到了一个地方 你的部长到了什么地方 总是有一群人提前去做了安排 是这个道理 所以这些都是真实的 但是不要把封神当成是了不起的事 因为这还在天的这个层次上 所以说你修一个元神 修一个玉神 乃至圣神 没有终极成就 都是在六道轮回中的结果 我们修这个 修这些化身的目的 不是以这个为目的 是以这个修出这些为助手 为助力 帮助我们出六道轮回 为什么要这样修 因为我之前讲课给你们讲了 那你这个肉身怎么去遇见六重天 你这个肉身怎么去地狱 是不是 肉身都去不了 所以你们看地藏菩萨本院经的时候 那个光木 这个婆罗门女 她为了去看她的母亲 她是魂神去了 魂神去了 也不是肉身去了 肉身是下不去的 所以是那魂神 她只是魂神 就是我们的心神 和魂魄的三魂里面的魂 跟着心神下去了 就能看到自己的母亲 和大鬼王对话 这就是 你们中间很多人做梦 会遇到这些事情 就是自己下去了 办了什么事又上来 这就跟 婆罗门女下到地狱去 十一个道理的 但是我们修行者 因为这个 魂离身不能太久 三魂七魄 如果离开身体 离开七天 人就死了 但是我们的元神 离开七年也没事 不要说七天了 你死不了 因为你的魂魄都在体内 只不过你感觉到 力量不入 元神在体内 你像我到现在 有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虽然自己怕误了点 我都定闹钟 但是总是在闹钟 想的前一秒钟 我会醒过来 自己自动醒过来以后 再一看 闹钟还没到点 差几秒钟 然后把它关掉 那自己自 那为什么 谁叫你的 谁叫你的 所以是大家要知道 自己重视 魂神系统的时候 你开始跟人 不太一样了 我们叫独异于人 就是我们修行者 跟别人是不同的 叫独异于人 异于人的地方 是贵食母 什么叫食母 就是能让你吃饭的 那个家伙 你的尸体会不会吃饭 你的肉体会不会吃饭 肉体它不会吃饭 只不过你现在吃饭 是用自己的食神在吃饭 说你是四川人 习惯一吃辣椒了 你的食神带着惯性力 就带着你去找川菜馆 你是新加坡人 就去吃粤菜馆 带着那个食神 带着你的惯性 叫食神用事 那么我们先天原神用事的人 去吃饭的时候饿了 那路边遇到什么 吃什么 不去挑了 不去捡了 原神用事了 那不就是肚子饿了 糊弄糊弄 五脏庙 几块面包一舔 一杯方便面一泡 这就了事了 而没有说 我今天没吃到什么 我难受 我不行 我非得要吃吃的 那是食神用事 原神用事是 吃饱了就算数了 睡觉哪个地方能睡一觉就行了 我们上次去香港办书展 有一些人还非得去住宾馆 我们搞了个宿舍还不住 非得去住宾馆 搞住宿舍睡不着 这就典型的食神用事 就是他的那个食神 还要舒服 原神到你原神用事的人 你睡哪都是一个睡 为什么你只要你睡着了 原神带着能量 他走了他到天上去了 你根本醒不过来 哪里还有睡不着的时候 所以是食神用事的人 左思右想 前思后想 想多了你睡不着觉 原神用事的人 往里一靠砰就走了 早都去干事去了 还在那睡不着 从来没有这回事 所以这就是一个分辨 所以大家要重视 我们的这些身外化身修炼法 它是属于所有秘法中的秘 楞严经中讲的特别的清晰 我为什么一致发心要把楞严经给你们细细讲一遍 这个一致是没有机会 这个真的这个我们天渊神修丹法 它就来自佛教的这个楞严经 楞严经实在太了不起了 它修行的这个52个次第 这是52个年级怎么过去 但是我们不是从下面开始修 我们是倒架次行回来的 从果地哗下去修的 所以你从这个楼底走到52层楼 高不高啊 你累死了 你在52楼往下走 舒服不舒服 舒服轻轻松松走下来了 我们也经过52个次第是倒着走的 是先给你带到顶上去 从果地倒回来的 叫倒流 对不对 你要从这个显态的这个修法 这个大圣修法 或者是这个小圣修法 或者南传不派佛教的修法 那是从一楼开始慢慢往上爬的 一个头楼梯 你爬到三楼爬累了 还不想爬了 你这个到了52楼了 已经在52楼了 要下地 要行道 行脚升 向孙悟空 他要脚踏实地的走 不能够在空里飞 那你要下地 下地你已经在52楼了 你不下来还不行呢 这是根本就不会退转 从果地倒流回来 他不会退转 从阴地往上修 很容易退转 为什么你爬到三楼上 哎呀这个修行太累了 不要干了 这是这我才走到三楼呢 但上面还有49层呢 我不要走了 所以说他就很多就半途而废的 但是从果地的很不容易退到 从果地倒回来的 像我们就是带着 用这些技术方法带着你从果地出来 三五年辛苦 到了果了 果了再倒回来 行道于人间 你不会退转 这一生都不退转了 不退转你这一生才能成佛 这一生才能成就 所以是这个 大家要重视 封神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但是你如果不封神 你想一生成就 你不可能 这种光凭你一个肉体身在修炼 光凭你的一念神识在修炼 一念神识 往往大部分用的 还是后天的识神在做事 还没有真正启动先天元神 因为一个食宿的人 他有没有先天元神啊 有没有先天元神啊 直腰头没有 没有哪里可以 那他就佛性就没有了 一个不修炼的人 他也有先天元神 但是他的元神处于什么状态啊 面粉的点状光的状态 分散在自己的身体的所有的细胞 细胞核 五脏六腑 所有有光的地方都有元神 但是他是面粉点 这是在修炼一段时间的人 他可以修成一坨一坨的光 一坨一坨的光 至少修出五坨光来 心脏一坨光 肝脏一坨光 是不是 一坨一坨 活泼泼 圆坨坨 圆坨坨 圆的一坨一坨一坨 他就不是一坨 他就是很多坨 这是很多坨叫坨 对不对 你至少体内有五坨光 心一坨 肝一坨 肺一坨 肾一坨 对吧 脾胃一坨 不同的颜色 那么这些要修出他 先要修出自己的自性那坨光 活泼泼圆坨的那个 宝月轮之光 真菩提心之光 圣意菩提心 实现菩提心之光 用它 你才能修出自己心肝脾肾肺的五坨光 十速的众生 他的光都是也在五脏中 它是散的 它是面粉状的 它就不能蒸馒头 它就不能产生喵用 你把它弄成坨的时候 它就有点作用了 至少这个肝脏的这个光气 它不容易散掉 它因为风来了 面粉的话 这个一吹 怎么样 风一吹 船头弄得满天都是了 飞了 跑了 散掉了 你如果是一坨面的时候 用水一活 活个面坨来 再大的风 它也吹不动它 所以它就不容易耗散了 所以修到圆陀陀的光的时候 这已经是有点成就了 但是光修到这还不行 再怎么修 所以要用光 光中化佛 光中化菩萨 光中化神 所以才有心神 肝神 体神 卫神 五脏阳神给你修出来了 五脏阳神不出来 石神化成的都是阴神 即便这个人 这个灵性很强 他都是用的石神 化出的阴神 干的是阴的 心是阴的 那么心是阴的 人他会展现出 异于常人的一种高端智慧 但是他所追求的是什么 财色明实睡 所以有些人特别有能力 特别有智商 特别有情商 特别有什么商 你们看现在都很多商 那这些人是干什么 他用的阴神 体内阴神 他的光也聚起来了 用什么聚起来的 用魄力聚起来的 他很有魄力 鬼魄之力 鬼魄之力主宰着他 不是三魂之力 不是阳神之力 所以这个时候 他典型的展现出 一种阴的状态 就是特别贪 特别的容易嫉妒人 称恨人 贪称 特别的愚昧 很不开窍 特别的自大 我慢 那么特别的怀疑 对什么都是怀疑的 一切都是有疑问的 这种人 你看在高端知识分子中 太多了 大律师啊 什么大会计师啊 大审计师啊 这些什么高端的这些 经理人啊 他基本上都是阴神在主事 他阴神不能够画出来 他连事 他也不能成为 一个很有名的人 一个很有社会地位的人 但是我们修行者 我们要刻入这个阴 还原自己的阳神出来 因为阳神才能帮助你 性命再造 真正的完成 出六道的使命 否则你这一生 因神做主 你是个大富豪 你是个大名人 你是个大政治家 最后死的时候 又是个泡影 你被因神捉弄了 欺骗了 因为他就是不让你成圣 他就是败道的家伙 所以说我们要懂得 真正的去懂得 我们这个原神 我们修炼 我们通过自己的原精 化元气 元气化元神 修处自己的 有形有相的原神体 他虽然是在六道里面 但是他已经是可以帮助 我们这个神使 我们的灵魂 去获得究竟的解脱 可以在欲界天往下的六道中 去穿越空间 去帮我们清醒小夜 去还窄 去了账 到了欲神的层次 他就可以上到欲界 色界十八重天里面 去帮我们了账了 那么到了这个圣神 他就可以去死空天了 所以在西游记里面 原神 那个时候是孙悟空称为这个山大王的时候 他做了自己体内的主了 这个时候他这个自己的这个五行山就在自己的身体啊 他是山大王 他这个已经是做了整个山的这个大王了 所有的那些动物的精怪都听令于他了 那这个时候他是原神成就了 那么再上去 后来这个他这个跟天斗 然后分为这个毕马温 上到四界天了 毕马温 毕马温就是全凭心意下功夫 去修自己的心缘意马 那这个时候心缘意马 就是要通过四禅八定 才能够修出自己的栓心缘所意马 你没有禅定的功夫 怎么栓心缘所意马 心缘就是心就是个猿猴 意就是一匹马 所以毕马温他就是上去修自己的 用这个一马来拴住自己的心缘 那这个孙悟空上是个猿猴 去看天马 这个天马这个饿了要赶起来吃草 要喂他草 困了不让他睡觉 要起来这个打精神 那这就是一个禅定四禅八定的一个修炼 所以通过这个 你就可以修自己的御神出来 他就可以在四界天中帮你处理事情了 那么到了这个圣神 到他就叫齐天大圣了 齐天大圣就是什么 到了四空天 那是天的最高天了 十八重天 二十八重天的最高天了 所以叫齐天大圣 齐天大圣 再上去就是一针法界了嘛 天界就超越了 说他到齐天大圣 他已经是圣神的层次了 但是虽然是圣神的层次 还是什么 说是最后还是一个妖猴 这是妖猴是什么意思 那他就还是六道的种子 他还没有真正的去一针法界 出六道轮回 所以这妖猴怎么样才能够变成 一针法界的圣者呢 所以是非得让他在五行山上 再压他 用如来神掌 压他 化作五指山 化作五行山 压在自己的下腹腔 的黄庭里面去练 所以是圣神 这个到了齐天大圣这个层次 他还是个妖 还是三界中的六道中的众生之一 但他还要把他放在自己的黄庭里面 再去练 这个时候再练 那么不是孙悟空一个人练了 他要带着整个身体去练 所以要带着猪八戒 要带着沙僧 要带着唐三藏 要带着白龙马 一起练 这都是体内的神 唐三藏他代表着你的性体 就是发生如来永远不坏的那个金刚体 所以是都要吃唐僧肉 那就是如来性藏 如来性的代表 那么还有呢 猪八戒 猪八戒就是你的体内的那个阴的代表 他就是始色性也 一界天的代表 沙僧 沙僧他是沙中土 画出来的 像沙和尚 所以那他就是四界天的代表 那白龙马 白龙马他就是你的义的代表 都是义神的代表 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一个是脾胃之神 这个的代表 圣神的代表 一个是你的义 一马之神的代表 那么围绕着这个让自己的如来性成就 让唐三藏去掉染 去掉这个肉眼凡胎 去成就 所以是孙悟空这个时候要安在自己的胸膏膜下面的黄亭 所以他要穿黄色的衣服 然后带着大家一起去成圣 那么整体的肉体都成就了 就祭此肉身而成佛了 是用这些形象的比喻来告诉你怎么祭身成佛的 西游记是这个 所以大家要重视 不是说有个原神了不起了 有个玉神了不起 这些都是妖 都是六道众生之业 但是没有这些化身 你不能成就 你不能祭身成就 你身外化身没有 你只凭一个肉身如何去实法界修炼 所以孙悟空一个金豆他就可以去紫竹林 一个金豆他就可以去玉皇大天尊那 建玉皇大帝 一个金豆就可以去见老子 所以这个是了得的 没有这个怎么可以 他护住你的如来性 如来性在被凡染的时候 是一个宝珠外面蒙着尘 他就不能够照见实相 那孙悟空是火眼金睛 他能看到妖相辨别真假 所以是才能够带着你修炼 所以大家要懂得 虽然是六道中的 还没出三界 但是实在是重要 实在是重要 然后一针法界 这个封神不是你来决定的 这是根据你的这个原神体出体以后 修炼成功以后 在法界建功立业来 由玄界的 有一个专门执掌的 来职务的 来封他的 那最后这些都是正神 都是属于玉皇大天尊 来封的 扶佐玉皇大天尊 有四大天师 张天师 谢天师 还有两个 一个姓董的天师 总共是四大天师 扶佐着这个玉皇大天尊 来册封众神 众神 所以说那么在神这个层次 在原始天尊 这个原始天尊 道德天尊 灵宝天尊 三位天尊里面 道德天尊 他是负责 陪神 炼神 这个的师父 师祖爷 就是太上 圣祖 他是负责这个的 他负责这个 就是陪炼 封神 他封不了 封神是天界封 不是他封 说我的徒弟成了 我就封他一个什么官 不是他封 不是他封 封是要由这个管理层来封 这好比是董事长无权过问 那总经理才能够阻隔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马来西亚叫首相阻隔 他任命什么部长 是归他的 不是国王决定的 所以是国王都是国王的臣民 都是太上圣祖 都是这个我们的这个道德天尊 的这个练出来的这些徒子徒孙 但是封神不归他管 封神归玉皇大天尊管 所以是这个是管理层 那么根据你来什么封你 一个你的能耐 你到了部队 你先是一个士兵 士兵干好了给你个班长 班长干好了给你提到排长 排长最后当了将军 那么这一层一层的上去 排长连长你都要过 所以是你的能耐越来越大的时候 那就封你越来越大的职务 职权 所以是我们的神在上面要挤功累得 比方说我们每一次的这个带着大家去 调这些大的时空场 去大的这个时空隧道 我们实际上去了不同的地零点 那都是时空隧道 是地球往高位空间抬升的这个除角 就是一个东西要沉降了 你要给它扯成绳子把它抬上去 所以今天的科学家发现 我们这个整个太阳系 现在是在宇宙中抬上去了 不在原来的位置上了 这个已经是抬上去了 我们地球也随着太阳系抬升上去了 他们不知道怎么来的 实际上这个在引太世界 我们的很多参与者 包括你们中间很多的元神 都是参与者 都立的功了 这次的特朗普跟金正恩的 一波三折的这个会面 之前我都给大家这个讲了 你们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也不信 老师就借机说事吧 乱七八糟的 但是台湾的林师兄 他信得不得了 到处宣传 当时我从东北这回来了以后 从温哥华回来 我就讲了 说这场战争没有了 这个已经打成和平协议了 然后东北无战事了 那个时候我就已经给大家讲了 这个你们不信 老师又在那吹吧 你就垒吧 你就胡编呗 结果台湾一众的什么玄学大师 然后又是什么大师都出来说 这个2018年3月必然开战 这个传的到处都是什么 一开战必然连累台湾岛 人家这个林师兄站出来 你们谁敢跟我打赌 我师父说了没战事 他已经跟阿修龙剑 咱们都谈好了 这绝对打不起来 整个台湾岛那个舆论就吵翻了天 香港舆论他就准备逃亡吧 世界大战要扒 三月明年三月什么 又是子午留住 又是什么奇门蹲甲 又是什么 很多的玄学大师都出来吹 人家林师兄要跟他们打赌 他们又不打赌 所以是人家信得不得了 佩服得不得了 所以是那个时候整个一片舆论 整个他们台湾跟香港都讲这个 结果人家说老师厉害 老师是说的 真的后来就是这样的 没事了 你看等着说没事了 你看我老师早都说了 这有录音录像为证 所以你们倒是 又在那说事 又在那说事 不信吗 这是怎么老师就知道 那你想想怎么就知道了 你想想你怎么就不知道了 那你的官太低了 这是总统知道的事 你下面的部长还不见得知道了 所以你的封神要重视 这个什么上面开会没叫你 因为你级别不够 所以是要重视一下 这个是真的不是假的 然后这个一针法界等同五己大道吗 是的 在道家称为无己大道 在佛家叫长济光土 叫一针法界 一针一切真的 没有半点假的空间 它在哪里呢 外面有一个 里面有一个 就是你的身外有一个 身内有一个 身外这个一针法界的孔道 孔德之荣 为道是从的通道 它就在我们140亿年的宇宙原法点 就是我们现在成为宇宙大爆炸理论 整个我们现在140亿年的 螺旋的这个宇宙 实际上它是从一个点爆炸形成的 所以在那个点那个位置 它就是一针法界的通道 所以是宇宙的生成 生成的这个理论 今天的科学家 只知道它是这个 这个样子 是这样成的 但是为什么这样成的 他根本就不知道 因为他这个 没有从会这个角度 他只是从智这个角度 去了解的 大家看大屏幕 这个图我早都放在 健康有道这本书里面了 这个是我们健康有道出版的年限 大家去查一下 大概过了两年 西方科学家才推测 我们的现有宇宙 可能有一个镜像宇宙 跟它相对深 它叫镜像 就是镜子里 宇宙是这样 镜子里跟它反着的 还有个宇宙 叫镜像宇宙 实际上它不叫镜像宇宙 它叫反宇宙 老子是说 所以在宇宙这个爆炸的初期 它经过这个爆炸 大家知道我在讲课中讲到了 这个真空能量 真空能量 什么都没有的真空中 它会出来一个 自己燃 道法自燃 生起一个一来 生起一个一 它是一个光子 这个光子生成之后 它在这个动态的这个能量 这个里面 它自己又分裂成两个 分阴分阳 所以一个正电子和一个负电子 这个是叫真空粒子 真空能量 这个科学家做的实验 不是张卜生在这讲的 虚拟的 这个实验是这样的 然后这两个 这个正反物质粒子生成之后 它因为它有一个吸引力 大家知道NAS磁铁 它这个在一个有效距离里 它要连接 它要砰砰创到一块 它有力量冲创它 所以这个叫宇宙大爆炸理论 它就创上了 这个撞上了以后 这一撞上以后 二又生出了一个三 所以现在科学家是三倍元始的 那个粒子能量 原来的粒子生成一个光子 就是一个光子 这个一撞生成三个光子 所以是二生三 科学家现在准确的定位是三 是三个粒子生成了 三个光子生成了 所以是这个三 由这个又有了七十件 有了七十件 那么三这个就有阴阳 还有中子 就是中间的阴阳 和中的中 所以从中到又把阴阳 又能凝聚在一个 三倍元始的那个点的能量 它是量级升华了 它不是只是原来的那个点 又回到一个点的时候 它是三倍于原始的能量 所以宇宙在生成的期间 是这样的一个 这是一个真空实验 得出的一个结论 那实际上在原始的这个太空中 我们继续空变法界的这个虚 它就是像一个真空的 一个大的实验室 那在这个真空中 它自然 道法自然 那么它因缘几会的时候 它就会生出一个光点 生出一个光点 它必然又分成两个 但是在这个大虚空 这是小的实验室的真空实验 那在大的真空中的实验 它生成的这一个点 在分裂的时候 这两个撞击的时候 它的力量有多大 它太大了 它是大虚空升起的 它是必然是猛烈撞击 这一猛烈撞击生出的东西又撞击 结果是在虚空中又不停的升起光点 又不停的撞击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正反物质粒子 还没来得及 这个阴阳相洗的时候 被那个爆炸力已经吃到什么 一个阳的 跑的 离开了这个距离 NAS能不能再相吸了 不相吸了 这个时候世界又形成了 轻轻的一个世界 跟着重的一个世界 就是一个重子世界和一个轻子世界 这两个是对生的 它因为超越了能够相吸的这个距离 所以说它们相互凝聚 因为有一生成的二 二是一对的 所以说 那么在现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中 有一个你的存在 在另外的虚空中 有一个跟你一貌一样的你的存在 这个到你们修炼到一个时候 你会看到自己的头顶着 自己的头在练 你的屁股朝天 这边坐着一个 头顶上还有一个 那就是在练对生宇宙了 那就开始往道里返了 所以是这个大家要进步的 这个空间很大呀 你们不要自高自大 有个元神了不得了 修到三年级师子班了不得 差得太远了 慢慢练吧 因为你们太懒了 每天都不练功 那这个真的要那个 你怎么可能 要所以是要好道 好道不如修道 修道不如练道 练道才能成道 说光好道 然后好这个 我喜欢来听老师讲 喜欢这个 偶尔的打打坐看看书 这个叫好 这个是个基础 没这个好你还不能进门 好了以后你开始要真修 修改 修改现在的这个轨道 修改现在的心态 修改现在的状况 然后改变轨道 从凡夫轨道 开始往圣贤轨道转 那要真转成了 你必须再练到 因为在练的过程中 你才能真正的有一个金刚身 现在是金刚心 金刚心就是不动心了 有了金刚心 再修金刚身 就真正有一个身不动了 身心都不动了 最后坚固金刚身出来了 才能够遇到何真 所以这个141年的宇宙的那个孔 大家看大屏幕 中央的那个升起的爆炸点的那个孔 就是一针法界的通道 就是你从那个地方才能进去一针法界 所以老子说 这个孔德之荣 为道是从 所以你要从那个孔出去 这是外面的那个孔 内面的孔在哪里 你身体里面的孔在哪里 在哪里 在哪里 百会学 所以是密宗为什么要修破啊 一定要从这个地方顶盛眼升天 所以说你从这个地方出来了 你头顶上还有一个你道着的 所以说这里面有三层世界 一个是你这上面的佛顶珠 一个是你那面道立的顶上的佛顶珠 再加一针法界的中央点 所以说在这儿就是形成了你的 这个三清圣祖上中下 那最后中间的那个叫原始天尊 上面的这叫灵宝天尊 下面是道德天尊 这从道家上来讲 从这个我们修的这个佛法上来讲 叫三世佛 过去现在未来佛 就成了 在顶上成了 所以最后才把这个顶上的 跟你这个顶上的这个佛顶珠 披露这那顶上行 汇总在一针法界 因为它一个阴什么 一个阳碰进去了 你就成真了 你就到一针法界里面不再六道中转回来 所以是这个一针法界 回去的是哪里 无极大道 无极大道 尽虚空变法界 所以是这个在我们修炼中 叫要参破内外两重大天机 所以这些 为什么大家要不停地去学习 不停地学习 你只有真正地把理论建立了 技术方法学到时候了 你才能真实地去完成 不是你学一个雕虫小技 学一种技法 送几句经文就能搞定的 经文是帮助你清新消业的 不识能量给人家 不识功德给人家 究竟的成就 经文的意义 里面承载的技术方法 你要知道 整个得道经五千多字 但是实际上 它就是剥着八百卷的精华 也是整个大藏经的精华 也是整个道藏的精华 都浓缩在里面了 从开始起修到最后究竟成就 都在那一部经里面 所以大家慢慢地去参悟 这个一针法界 就是长济光土 就是无几大道 名词不一样 实相是一样 还是那个道理 水就是water water它就是水 然后 皮鲁支那佛 普贤王如来等同 原始天尊 这个 在密宗 我们的这个 汉密里面 又叫唐密 又叫东密里面 它叫大人如来佛 毕露这那佛 它实际上是最原始的一针佛 那么 在我们藏传佛教里面 称为什么 称为普贤王如来 在我们显宗里面 他叫如来佛祖 不是释迦牟尼 他叫如来佛祖 就是诸佛之祖 始祖 最开始的 那么在道家 他不叫原始天尊 他叫太上老君 太上一气化三千 这个太上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太上就是说 再没有比他还上的了 上上上上上到最上的那个叫太上 所以他为什么叫老子 老子是后来在春秋战国时期 有个叫李丹的 又叫李尔的 老丹的 他叫李尔 他号为老子 所以想老子是谁呢 老子你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老子 这个老子呢 不是指的这个老丹 老丹人家敢称自己是老子 你们不敢称自己是老子 什么是老子啊 这个老的意思是最原始的意思 就是最大的那个子 最大的子就是天地还没有子的时候 他是第一个子 所以叫老子 他说老子今天就打死你 你看有句话叫 老子今天就打死你 但是不是说你请李老丹来打死那个人 你是你自己就要打死那个人 指的你自己 所以这个老子的这个称号 谁都可以叫 你不敢叫 就像你不敢说自己是佛 是一个道理 这是老子不能定性为春秋战果时期 那个哲学家 那个修炼成道的 说是我们道教始祖 你不能定性为他 是他认知了自己敢称为老子 你们是老子不敢称为老子 你们是太上老君 你们不敢称为太上老君 那么人人都是太上 就是人人是佛 人人都是普贤王如来 人人都是大日如来 那是你的发身如来 不生不灭 不够不敬 不增不减 正因为这个你才可以成道 所以大家要从智去理解这个老子 那不要从智的这个体系去理解 我们有智的体系 还有慧的体系 界定慧不是界定智 所以要把智转实成智 这里的智是慧的意思 是第九的法界体性智 不是前面的八识 前面的八识都要把它转 第八识是要转成大圆景智 大圆景智 这个七识要转成平等性智 六识要转成妙观察智 前五识要转成成所作智 那都回归法界体性智 这个法界体性智 把这些都转了 这才叫慧 中文又多了个字叫慧 说今天机器人也好 什么智能科学也好 都扯淡 他都在智的里面 他用大数据 这是已经有的数据 一定有的知识 一定输进去了 这些大数据库 但是那个慧是没有大数据的 它是空 它是无 你机器人怎么参透到内的水平呢 说机器人他永远胜不了我们人 因为我们人可以成佛 人可以开会 是自己的真心里面显现出来的 把八识都转成智 你机器人充其量 也就是一个连灵感都没有的 因为他没有过去式的机器 编低八识的功能他都不具备 他就是一个第七意识的左思右想前思后想的一个计算功能 他就是个机器人 他就是个计算机 你输入了大数据 大资料库 他可以去里面调知识 但是这些知识 他永远是智的水平 他不是慧的水平 所以大家要重视这个 说是为什么 释迦牟尼特别让我们珍惜这个肉身 这个人身难得 因为你人才可以开发出那个会来 才可以超巴进酒 启动自己的真智慧 机器人他比不了你 他只能调大数据 只能调海量的 储存海量的知识 演算 去搜索这些知识 你从英台那儿输入一个单词 一个名词 刷出来一堆东西 那他这个就是大数据库 就是一个资料库而已 那他不能给你再变换了 因为他没有会 我们人看了 马上起发一个灵感 我从这个你这个百度也好 什么谷歌搜的东西 我产生了一个灵感 他没有这个灵感 他就是还是一堆东西在屏幕上 所以不要怕这些东西 这些智能机器人他永远开不了这个东西 要珍惜人 也不要依赖于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帮助你的助援 他不是主因 主因是自己要通过界定会的修炼 开发自己的真智慧 转世成智 大家要懂得老子 谁是老子啊 我 就是说我是佛 一个道理啊 鼓掌一下吧 呱唧呱唧的 说是老子一气化三清 才有原始天尊 灵宝天尊 和道德天尊 他实际上是我们三魂的进化 当你三魂完全进化 就可以变成三清圣族 这个原始天尊 居住在你的卢脑腔 这个他代表着这个宇宙的点 开始演化 叫原始 从无开始生成有了 原始 原生到你胸腔 心君在那个地方 为灵宝 就是所有的灵不灵 这些你的无量珍宝 都是从你的心展现出来的 心想事成 都是你的心定性了之后 出来的东西 所以是那么就是 这叫灵宝天尊 那么到了下面 这个开始我们进入八个寒灵 就是你开始要堕落了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只能靠道德律 戒定会的戒五戒 是不杀不道 不淫不忘不久 奉行人意理之心 武德 才能不堕下去 所以这个是道德天尊 安住在你的杜妻尔 里面的夏丹田 帮助你修道德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后面的演化 这就是道德天尊所在的地方 那它也是代表 下腹腔是你的幽精所在的地方 胸腔是你的爽灵所在的地方 颅脑腔是你的胎光所在的地方 平常他们都睡的时候 都藏在自己的肝里面 醒的时候 它都安聚在你的三个丹田里面 主持三个丹田的光化和成器 变成真正的凝聚自己的玉叶环丹 金叶大丹 紫金大丹 最后内外大丹混成 炼成一个大丹圆成 它就是一个使离子 这些丹在佛家成为使离子 所以这个大家要重视 你就明白了 哦 原来太上一气化三清 那这个后来在我们佛法 就是什么 三世佛 过去 未来 现在佛 那就是三世佛 过去佛在哪里 在颅脑腔 现在佛在哪里 在胸腔 未来佛在哪里 所以下腹腔 所以是下腹腔成佛了 你才可以成佛 你现在的佛就安住在自己的心间 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所以是这些要对应着体内的内修法 内正法去理解 而不是外在的 外在有没有 有 这个叫内成外救 外面本身就有这些圣者 这些圣者 他就主持你成道的 他就分灵化去在你的体内 你既是圣者的子 是你 他们生出你的 然后负责要把你带回去的 都是他的爱子 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 所以都是很优秀的 都是可以成就的 所以是我们分为外密和内密 外密是什么 外密就是要恭敬的礼敬十方诸佛 真有 这些圣者是获得永生者 所以我们通过贡仙花 贡香 礼拜 这个各种各样的真心的 五妙贡 这个八贡 什么十六贡 等等的各种供养 来供养 这个法界的 真实的 外密的 所有的圣者 提醒这些圣者 帮助我们自己成佛 成为跟他们一样的圣者 目的是 自己成佛 不是只是 去供养他们 供养的目的是返回 请他们帮助我们 要自己成佛 所以这个时候才内密 外密 叫自立 他立 相应 一生成就 光靠自立 一生成就 没那么容易 没有外力的知识 没有护法 诸天尊 龙天 护佑 这个龙天八部的护法 那个你是不能成就的 所以大家这个要懂得 去恭敬 外在的圣者 提醒他们的护佑 加持 接引 然后启动自己内在的 实修实证 然后内成和外 相应而成为一体 那个时候 佛佛道统 所以这是我们 真正的生命科技 智慧生命体系中 很重要的内密 外密法 我们在不停地用 包括超度法 这些 烧精子 这些方法 这都属于外密部的 外密序的 内密是自己的 怎么启动炉火 怎么启动心灯 怎么启动自己的五脏光 用自己的光 在体内 再怎么修本尊 怎么修气脉明点 这些通通是内密的 怎么自己化身 自己的种种的神 五脏阳神 体内的万神 都变成阳神 会到颅脑腔 和自己的那个中央神 披露这大腹 合一 叫万神朝礼 所以是自己要重视 自己的这个身体 就是一个神窟 窟是什么 窟就是个洞穴 窟窿的窟会不会写 一个宝盖 然后一个曲 委屈的曲 那这个是什么字呢 这就是洞穴 所以你的身体里面 就是一个 三十六洞天 七十二伏地的洞穴 里面住着众神 你是一个神的世界 就在你体内 里面居住着万神 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神 去作为一个中央主宰者 你不能调动自己的中央的那个神 所以他就叫玉皇大天尊 玉皇大天尊就住在你的颅脑腔正中央 所以这个是万神之主 他是你的什么 所以就是你真正的灵光化现出来的 那个真我 所以外面有个玉皇大天尊 你体内的颅脑腔也有个玉皇大天尊 他为了度众生 他在颅脑腔下面 所以他在叫万天之主 才叫二十八天的天主 所以他是叫玉皇大天尊 主理人三界 天地人三界 上中下三界 所以这些有内密有外密 你们现在在外面学的 基本上都是外密的东西 内密的没有意义相对应 所有的这个都要跟自己体内去对应 对应 然后这个是刚才借这个给大家来讲的 第六个问题是贝诺法王五到六年前 网生 红光化身 两年前某人被认证为贝诺法王转世 请问红光化身 是不是代表了脱生死 是成就了吗 既然如果是了脱生死成就了 为什么又投胎转世呢 这个问题啊 这个是不是仅仅的是贝诺法王的这个问题 如果真的红光化身 是大成就了 但是这里面有两种 一种是红光化身 完全化空 就是一点东西都没有留 那这个是真成就了 即使肉身成就了 如果还留了一个小身体在 或者留了一个指甲盖 留了一些身体的部位在 那这个是不完全解脱 就是他还有东西在人间 所以当然我不了解贝诺法王 你说的红化到底是怎么一个红光身 我不了解啊 因为我没搜这个资讯 所以这个是给你一个提示 如果没有成功 就一定要再来 一定要再来 所以这个 这个大家从这个地方去要理解 当然在师父们解脱的时候 有各种解脱法 那只是红光化身法 是一个其中一个方法 你像释迦牟尼的成就 他就是事先肉体还留在人间 变成了很多水离子 供大家去接通他的这个法界 接通他的净土去使用 那这也是大成就 不是说这个没有成就 他的成就的标准就是 体内的所有的业障都化空了 都干净了 那像这种成就者不来了 你没有听过 释迦牟尼又转世了吧 没有人敢说自己是释迦牟尼转世了 也没有人说自己是观音的转世吧 有 现在不是有人在讲 他是观音的转世 这都是骗人的 只有观音分灵再来 他可以分身化气 你是观音的化身 你是观音的分灵 这个有可能 但是你说观音菩萨又来了 这个没可能 观音菩萨来这转世了 这个就胡说八道了 转世他要戳着自己的前世的三魂一起来的 特别是三魂里面的天魂跟地魂 爽灵跟胎光要一起来的 这个后面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了 有一个问题我看一下 这个旅祖彭祖等都活到八百岁 甚至一千一百岁 那他们是肉身成就还是什么 这些成就是否跟藏传转世法王 是否有相同之处 而不同之处又是什么 那么还有的这个说 这个为什么道家的祖师爷能活到八百岁 甚至一千一百岁 而藏传佛教的法王们要每次都投胎转世呢 这是三个问题可以合在一起来给你们答 这个投胎转世 这个在我们的佛秘中叫牵使法 你的神使要离开这个肉体 牵到别的地方去 这个叫搬家 那这个修到高层次的人 他生死自主 他可以自主选择下一生的父母 或者是直接就是有一个人刚刚过世了 他的身体还没坏 突然横死了或者怎么样的 身体也没受伤 有什么突然暴毙的 这个肉体还都挺好的 他可以选择自己的神使出体之后 迁入那个人的躯壳里面 这个叫牵使法 牵使法 那这个是不得了啊 他能够死的时候自在 他就是能够控制住 而不在中阴身中迷的 大部分人在中阴身 他是迷迷糊糊的 做不了主的 所以是这个在藏传佛教里面 是有这个传 有这个法的 就是真正的能处住自己的神使 离开自己的躯壳 这个法很简单 但是现在不教你 你还不要死吧 你现在 不要选择去转世 你转世了下一辈子 又未必找到我 所以是不要乱学法 不要不到时候不教你这个东西 你快死的时候来找老师 搞不好还教你一下 所以是那么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方法 但是不要去乱学 也不要去乱用 那这个 这个就是你的 你自己他要修法 前面要修很多法 你比方说你的梦观 幻观空性 这三个你都必须完成 那你就是好比是你死 你要死了 你做了一场梦从躯壳出来了 如果你每次的 现在睡觉 每梦自己都很清醒 那你就可以修前世法了 就可以自主生死了 都不是什么很高级的东西 不要把这个当成习气了 所以现在的很多人 他这个再来人 他能回忆起自己的前世是谁 然后在哪里 他用过的念珠 用过的 这都是真的 都不是编的 都是真实的 但是这个不是说 这个人了不起 没什么了不起 真正了不起是他不来了 他成就了 他是因为没有成就 没有办法 这个躯壳已经朽了 不能用了 所以说他必须换一个身体而已 换身体 他有的就选择父母 然后入胎 重新再来 有的就是迁到一个刚死的人身上 这个在西藏就有真实的这个案例 有一个喇嘛 他捏盘了 捏盘了这个 他这个弟子给他出藏 出殡 要搬到城外去火化他 然后走到城门口的时候 他们这个队往外走 还有一队人往里走也是送葬的 但是这个人是死在外地 要把他搬到家里去办丧事 所以说是暴毙 就是突然死亡的 还很年轻 然后结果是这个 这个人抬着经过法王的这个 这个棺材以后 走过去以后 突然这个人坐起来了 坐起来以后 这个 然后这个人就说 他是法王 他这个是谁 怎么怎么样的 然后这个家人就吓坏了 因为样子不一样了 就是说 然后马上这个 就去找他们身边的人 然后他讲前面 因为他刚刚 这个神使牵过去的 他把前面的事 我怎么死的 前面你们都做了什么 讲得一清而楚的 这都有传记的 不但要蒙你们的 他所有的亲人什么的 但是形体已经换了一个了 已经不是之前那样的 那个已经老了 老了已经躺在棺材里 最后火化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不是什么了不起的 还有我们这个 大家鼓励大家去看八仙传 八仙传记 实际上是传记 传记就是里面 很多真的东西在里面 这个八仙得道传 这是一部真书 不是这个普通的一个神话小说 那里面记载着 咱们的这个铁拐礼师尊 那他是怎么换了一个瘸腿呢 他本身他修道的时候 他是一个英俊潇洒的一个书生 长得堂堂茂茂的一表人才 结果是这个 他那个时候 他在他那个时代修 他是浑神出体 他不是原神出体 所以原神陪练天元神修丹法 是后面唐朝之后 从吕祖开始往后 才开始有的这个方法 之前呢 他基本是靠浑神出体 到六异天 到外空间去修炼的 他不是陪练原神 身外化身法 那这个我当然没有经过历史的考证 我估计跟佛教密法的本尊法 传入中原有关系 也就是这个东密盛行之后 这个道家 这个跟他融合了之后 出来的这个身外化身修炼法 这只是我的推测了 那从这个八仙德道传里面来看 那么这个师父 这个至少铁拐李世尊 他修 他是没有得到原神修炼法的 但是他也大成了 所以他这个用什么 每七天入大定 死真死 就是浑神都出体了 浑不在了吗 浑不在了 就是一般人被车撞了 或者昏迷七天 还有的机会就 超过七天之后 再不苏醒的人 他这个脑子中间有一个脑桥 就是这个脑桥是个透明的 这个一个像鼻涕一样的 透亮的一个液体的一个桥 七天以后这个桥就熔断了 熔断了 所以是他最 如果是他出体 浑身出体 最长时间不能超过七天 超过七天这个人就 这个肉体就不能用了 但是铁块里师尊 他当时每次修 都是浑身出体 上到更高空间 去找自己的师父 去修炼去了 然后这一次呢 这个出体的时候 他交在他的书童 所以说为什么要选一个童子 对自己忠诚 就是他能听师父的话 所以说是 那么每次这个他走七天 书童都老老实不烧他的尸体 看着他的尸体不被狼虫火爆吃掉 因为在山上 这次可好吗 他走了几天以后 这个他这个 这个也是这个 铁块里师尊的业障 就是结果那个 这个书童的家人来 请这个书童回去 说你妈快不行了 要看你最后一面 你再不回去 就见不到你母亲了 见不到最后一面了 这个书童说 我不能走 我这师父这个交代 要等七天 七天他不回来 才能烧他的尸体 七天他再醒过来 那就不能烧他的尸体 不然他回来 就没有尸体用了 没有身体用了 人家说 这一看又没呼吸 都冰凉了 说你不要被个死人骗吗 赶紧烧了 怎么回家 他的乡人这样 那不行 我以前我师父都这样 七天他一定会活过来的 结果那个人就说 你不行啊 你这个不孝啊 怎么样 这缠了一天以后 最后这个书童想想 哎呀 可能这次师父真不行了 那我也要见我妈最后一面 然后就把这个 铁块里的师父烧了 这个身体烧了 烧了就急急忙忙 回到自己的家里 去见自己的老娘 结果他回去 他妈病又好了 所以你就看这个 这个事 他就是 这个铁块里师尊的业障 然后结果这个 铁块里师父 他回来以后 这一看 七天回来一看 哎 身体没有了 这掐着一算 完了 这被烧了 这个时候 这怎么办呢 因为他没有尸体 就是个影子 就在空间间 你虽然是一个神 但是你还是一个影子 你没有躯壳 为什么我们是 人能红道 不是道能红人 上界的师父都是影子 可以说是一种虚态的身体 他没有你这样的肉身 所以只有你的这个肉身 他借助你的肉身 才能去红道 离开这个肉身 他没有办法红道 在人间 这个师父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 他就到处一找 一看旁边一个人死了 刚刚死 身上还热乎着 然后他就 哎呀算了 这个也 再一计较 过七天 他就不能还魂了 然后这个赶紧就进去 那个人身体了 这个进去那个人的身体 这一走 砰摔一跤 为什么瘸腿的 一个老乞丐 死在树下了 瘸腿的 这个瘸腿不要紧 他说算了 我到那个边上去看看 这个时候天亮了 到水边一看 这还丑得不得了 还这个 哎算了 我不要这个躯壳了 正要往外跳 结果观音菩萨来了 在虚空跟他讲话 说是你修成了这个无我了 还在乎自己的形体 丑陋不丑陋吧 这也太丑了 我当时这个三十二项好多 现在怎么换成这么一个身体呢 观音说 你回忆一下是什么因果 他一回忆 原来他有这个 上一世他修炼 发了这个不动女人身体的戒 他是个出家修行的 就是女人 所以你们到四面 不要随便牵出家人的手啊 也不要这么去握握手啊 这个师父出家了 我握握手啊 女人不可以动 人家有戒体 这在以前是很严格 现在他们争着给你握手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个注意我们这个 能这个什么 拆一家婚 不坏一个修到人的心 不能去动了人家的心 那是我们的过错 所以说你们女的进寺庙 要穿的齐整 不能穿什么短裙子啊 不能穿的露背装啊 这个 那个是不行的 是要严格的 不然的话 动起人家出家的阴心 那这个你这个背不起这个业债 不能坏这个 道者心 修道者的心 我们现在 你们的心经常被你们身边的小人坏 整天的叽叽咕咕咕 叽叽咕咕的 你们也要防范 这个我将来后面要给你们讲一课 就是在这个 佛经中有这一段记载 就是对那些不修道的人 要远离之 不要以为你能度化他 你省省吧 他来就是要坏你的道心的 你度不了他 你先自己度成菩萨了 你成佛了 还有可能道家慈航 再来度 不要被人情所坏 所以要远离这种人 这将来我用经给你们讲 不是张卜生在讲 你就懂得这是佛陀 能够保证你清净身 清净意 这一生 清净心 这一生成就的一个秘法 不是说你们这种 哎呀人心 哎呀我要度他 我一定要度他 你不被人家度了就算了 我们多少人都是被这亲情 被友情害的 然后不修道了 很可怕的 你这个跟着人一起下地狱 所以说远了 他这一回忆 他前世是一个活了120多岁 然后最后他这个顺江漂流 顺江漂流的时候 要去一个下游的一个寺院 结果他就看到一个女子 长发飘飘 爬在水里面 结果他一看 哎呀这个人溺水了 当时就有他一个人 这个他要不救他 这是个女的 他发了这一声 怨就不可以动这个 持这个戒 不可以动女人的身体 这要救他 那就坏了戒体了 这要不救呢 这又是不慈悲 最后算了 还是没有办法 就还是要救 救 那么结果一救 一拉 这个女人已经死了七天了 泡在水里 她那个肢体都烂了 一拉把人一条腿扯断 为什么不让大家轻易的去捐自己的躯体 除非你练到空性了 你不在乎自己的这个躯体了 已经空了 你可以捐器官 否则不要乱捐 你捐了下辈子就少什么东西 你真的来转世 你就少了那个东西了 少只眼睛 少只耳朵 少个什么东西 那个 那就不好玩的 那个东西 因为你眷恋着自己的肉体 这个好 把人家腿给拉断了 所以是这个一拉断以后 哎呀 这个他自己这个就后悔 说我早知道他死了 我就不救他 结果坏了我的借铁 不说那个 他抑郁闷死了 再转世 第二次修 这些不是故事 都是真实的 这些因果 一个救一个人 他好心 救一个人 拉断人家的腿 都要承受因果 所以是他成仙 他弄了个瘸腿 结果观音刺了他一个铁拐 所以叫铁拐李 走路一拐一拐的 观音给他的铁拐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些是故事吗 不是故事 是真的 是真的 我们修道人 要从这里面 去悟出他的这个道理 所以是浑神修炼 跟原神修炼 它差着很多的量级 否则的话 你们家人早把你们烧了 你躺在家里七天冰凉的 还告诉家人不要烧我 我七天再回来 不把家人吓死了 炸得湿了 这是 所以现在也没这个福气了 好在我们修原神出体 他照样在天界修 不用烧你 你也不用死 所以这是你们的福报 那这个东西大家要知道 那就是这是跟你讲了 就是我们要不要转世投胎呢 这个道架辞行 它不是转世投胎 它不是一回事 道架辞行是分灵化气 再入母亲的这个胎里面 这是根据上面的安排 让你下来度世 你在度世的时候 你分神化气下来 将来你再修 你的本尊虽然是观世音菩萨 但是你比方说 张卜生的本尊是观音 但是你张卜生修成了 法界多了一个张卜生菩萨 它不是就又变成了个观音菩萨 它这个不同的 不是观音转世它不同 观音转世它这一生成就了 法界还是观音 转世嘛 转世我又回去 又是做观音了嘛 我完成任务回去了 我还是观音 它这个不同 分神化气都不同 所以大家要重视 其中的殊胜的这些道理 不要糊涂 那么现在的很多的 称自成法王的 是不是真法王 这个大家要有这个智慧 不要愚昧 不要愚痴 大宝法王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好 咱们现在的嘎玛巴的大宝法王 他到今天还在找师父 他这个在一个自白的这个过程中 他跟这个大众讲说 你们不要再这样拜我 我真的没有什么教你们 我到现在我还在找师父 什么意思 他就是上一辈子 他是成就者 但是这一生 他没有得到命功修炼的技巧 所以这一生他没成就 不是转世他一定能成就 转世他上辈子是法王 这辈子就是活真价实的法王 他是法王转世 不是法王 什么人才可以做法王 这个标准不是张卜生定的 这是愣言经理告诉你的道理 你先要有这个同真身 同真身经过修炼变成法王子身 法王子身 法王子长成以后受佛灌顶 有佛的这个继承佛的这个意志了 但这个法王子身长大了 才成法王 继承了法统 做法王 这是一个没有练出身外身的人 一个没有真正的练出自己的圣音来的人 他不是真法王 号称法王而已 所以真正的法王 他就是佛菩萨了 他就剩一件事要干了 干什么呢 行道欲人间 功德圆满使成佛 所作皆是功德 喜笑奴骂 都是功德 吃喝拉撒都是功德 所以是这个就不同了 因为他剩了一件事 因为他在自性中 他在空性中 在空性已成 已成之后 他在做所有的事情 他不用先去空性 他本身 他就在空性中讲法 他在空性中做事 他在空性中 做世间的每一件事 也无不是佛法呀 是从这个角度来讲 世间法无不是佛法 是都在空性自性中做 没有自己一点主观的东西的参与 这种人是法王 还难得这个世界上 那我这求了法 求了一生 真正达到这种水平的人 我见的不多 就几位而已 就几位而已 所以你们如果有遇到的这样的 赶紧给我推荐 我要去拜法 你去赶紧供养这种法王 那你这辈子 你殊胜多少功德 你供他一文钱 那也不得了 因为他在空性中 他可以把你那一文钱 变成无量的财宝 反馈给你 因为空性中 一文钱可以变成无量 他不空性 他还嫌你那一文钱太少 他这个怎么拿这一块钱来供我 那他就是没有空性 他也没有证件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不要以为什么 这个法王为什么要每次转世 都没有 法王他就是最后一身 完成任务不来了 不来了 所以是这个道理 不是你们理解的那种道理 那么道家慈航再来的 他再来人有 他成就了 有两种 一种就是分身化气来的 他会多成就一个菩萨 多成就一个法王 还有一种他来了 办完事走了 他不要这个肉身了 那这种是 我们叫借着这个人的肉体 来完成一件事 完成了他走了 把功德给这个人了 他下一世这个人好修 这种是遥控性 就是诸佛菩萨遥控性的 他如果是分灵 入胎的这种 你像我们 你们中间很多都是 这个 这个龙女转世 龙女就是观音菩萨身边的龙女 他不叫转世 分灵 龙女也成佛了吗 这个龙女 他不是供了这个自己的佛珠吗 善才龙女 然后那 所以是很多是他的分灵 为什么 他还是菩萨果 他还没究竟圆满成佛 所以他要积累很多功德 所以他通过分灵的方法下来 化成很多个龙女身在修道 有这种情况 这只是举例子 所以大家要重视这里面的差别性 那至于说彭祖跟吕祖的差别 不是岁数上的差别 而是根本的差别 吕祖是究竟成就者 究竟得到者 但这个彭祖他不是 彭祖寿命虽然是八百岁 但是他是怎么得的这个天寿的 他之前是在天上 是管户口侧子的 户口侧子的 一个官吏 一个官员 然后他这个算准了 他什么是转世 要下凡 安排他转世 所以我们很多在天上的会 安排到人间来转世 给你机会 做一些功德 再回天庭 再把你招回去 完成事的 有一些人就被招回去了 是天上下来的 那他下来之前呢 他把自己的那个名单 名字啊 就是撵成了一个 撕下来了 撵成一个纸卷 然后就卷在那个 穿那个侧子的那个绳子里面了 所以是那么 都知道这个彭祖 在这个册子里面 找不到他的名字 因为他又会把他撕掉了 他就那神通啊 他知道不在 但是现在明明就在这个册子里 咱们他在哪 没他的名字 没他的名字 就没办法查他什么时间回来 因为在他名字会住着啊 他下凡三十年还是八十年 要把他招回来 所以这一下子 他这个记录没有了 找不着了 然后不知道拿他怎么办了 最后还是他自己啊 他一辈子娶了四十多个老婆 这个受在 因为他是到了中年 他不衰 别人也不知道他八百岁了 最后他这个多事 跟最后那个小老婆 告诉小老婆 有次说漏嘴了 说我才不怕死呢 我死不了 那他那个老婆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死不了 哎呀我告诉你 我当时怎么怎么回事 结果被那个指日神听到了 指日神就上去天界告状了 说那个家伙在那个 那个馅里面赶紧把他拿出来 这一拿一看他早该回来了 活了八百岁 是偷着活的八百岁 所以一个人的生死 不是你定的 OK 你不要以为你养生 你保健 你什么 你就可以多活多少岁 No 这可不是你定的 谁定的 所以是 是你的因果所决定的 因果决定 那么我们为什么有信心 可以活到成就才死 是因为你发的怨不通 发现在不停地给你机会 给你机会 给你机会 所以你要多活几十年是为了享福 那才不给你机会 根本就不能严授成功 所以你再活多少年 是为了寄生成佛 度更多的众生 把自己的这个愿望了了 那法界相应的 他看你真在度众生 你活着每一天都在度众生 你活着每一天都在做这个事 那他这个时间不够了 不够了给他加 因为他真在做 像你们这骗人的就算了 他说我要做我要度 一个都没度 一天都不度 一个小时都不度 那你不是骗人的 你怎么严授成功 所以这个天授不是你决定的 这是天上决定的 能活多少岁 也不是我们决定的 所以我们虽然有这个聚灵法 有这个七星灯法 有这个严授法 那这个最终还是根据你的愿力 所决定的 就是你真干啊 你真在行愿 来不及了 还在有十年都不够用的 上面一看 哎呀 好不容易出来一个大菩萨 别让他死 用这个肉体燃他的兽 使这个肉体的进行兽 弃用 给他再多用几年 都下来帮你维修维修 死微星一下 然后哎 这个又就严授了 所以我之前讲这个有病 这个我怎么病了 要怎么好了 这个诸佛菩萨帮你的时候 都是通过人手帮的 都像这个吴医师这种神医 出来帮你的 这个不是不是诸佛菩萨帮你的 诸佛菩萨都是通过这些人帮你的 还有我们的副医师 副大医师也要当神医 这个这个做医生的 也要当神医 当天医 你要治因果病 要真正发炎 这就好使 天上的那些神医 就借助你的脑袋出药方 借助你的手出针灸 就能治病 所以大家要重视 这些不是人 OK 你不要以为我这个肉体怎么能耐 都是神识有多能耐 上面怎么去帮你 所以你的愿心很重要 行愿很重要 你正在干 不是说我想着干 想着干没有 你从来不干 浪费 赶紧回来吧 回来给什么 给你返老还童啊 不是换个baby身再来吗 对不对 但是你这个很多返老还童 一换baby身 迷了 迷到了 这辈子又不 下一辈子又不修炼了 太可惜了 所以还是不死的好 对不对 所以是要懂得这个不死有不俗的方法 这个至于说现在很多佛家修炼的师傅 包括藏传佛教 虽然是藏传方式 虽然是大圆满传承 虽然是什么这个白教传承 虽然这些传承是清静的 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信靠自物 命靠师传 口耳相传 不是每一个在传承中的人 都可以得到口耳相传 完整绝法的人 这个道理我之前给大家讲过 你要找吴祖的徒弟 你要找那个惠能 你不要说惠能都没有出家 人家神秀早都跟着吴祖 这时间长 吴祖没下有两千多弟子 随便找一个我就皈依 我就跟着他修一辈子 那没用 所以大家对这个传承 有一个了解 传承正不正 我是吴祖弟子正不正 正 谁说你不正了 你有这个传承 这只是性功系统的 那命功系统 性命双修 修心系统的 这个你看神秀 跟了祖师那么多年 写出个截子 还说 身是菩提树 身是明镜台 实是秦夫是 无事者才 有一个身 有一个心 执着了吗 对不对 所以是人家六祖慧能 跟他不到八个月 就没上听经 还说出一个 本来无一无何处热闪 这差距太大了 一个已经空性已成了 进入空性了 那不赶紧给他明信见信啊 让他去成佛啊 一个是还没有空性正见 那教了你怎么成佛啊 你执着这个肉身 执着这个心怎么成佛 所以大家要重视 不是说 他是什么什么什么 法王的传人 什么什么法王的弟子 说 你就听 这个是真的 都是真的 没有假的 因为他敢敢说 我的师父是谁 这都是真的 但是这个人 有没有完整绝法 系统绝法 这个很重要 就像我也有很多师兄弟 熊老师体系 也有很多 那都是成就者吗 不是 像熊老师这个体系的 那我那一次就请师父 我说师父 这个太累人了 这个搞法 这个在国外太累人了 你能不能派几个师兄 过来帮我一下 师父说 有 我早拉到我身边用了 我还给你 没几个成就的 他说像你不同 你跟着我身边 跟了几年 那就是你这个 很多东西 都是从我这偷的 偷师学艺的 他不是课堂上讲的 他是在身边学 他只要一做 我就会了 那是谁 他说你这个 你的福报太大了 那他们都没这个机会 我没带在身边 都是上上课而已 这个没几个真正的 像你这样的 大家要重视这个 你不是说找到谁谁谁 什么的师父的弟子 你这个刚才他讲的 什么法王都是什么 不是啊 他有这个名字 你要看他是真是假 不是说他有这个就行 他要找真的 要找真的 所以我至少给你们 带了两个真的 一个是道家的师父 这个是空净上人 一个是佛家的 大圆满传承 满意上师 这两个是我拍着胸脯 给你们担保 这是真的 有绝法的 完整系统的 系统绝法的 所以好好绣 好好绣 那我很多师父 我都不介绍给你们 为什么 都是会一个 一个法 一个计的太多了 我现在还在找 我禅宗的那个 开始的那个师父 到现在找不着 联系不上 将来看 能不能这个机缘 把他请来 就是操动宗的那个传染 那这个 所以大家能找到 这种真正的成就者 稀有啊 都是宝贝啊 不要听 谁的名气大 没有用 要学 真能学到东西 真管用 真变化 真成就 要从这个地方去 不要说 谁的名气大 什么什么 法师名气大 人家那都多少人 一去 十万人 一去 几万人 热闹 凑热闹 没用 这是真正成就 能够使自己成就 这个很管用 所以这就是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 藏传佛教和跟道家的这个修炼有什么不同 没不同 没有不同 完全相同 不管是佛家 道家的修炼要成就是完全相同的 连古埃及的法 希腊的法 这个伊斯兰的法 还有这个天主教基督教的法 都是一样的 无非四个东西 情形消业 修心 止八禁酒 一真一切真 调出自己的真心 无为 无为法 为究竟法 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大家知道这个修心 修这个 修心 修心从性光点凝聚成性光团 然后最后性光团化成性光体 化成无量度众生 修心 练命 肉身 要把所有的光 细胞里面的DNA里的黑子 清出去 化成无量光 无量光就是阿弥陀 你就是阿弥陀 阿弥陀即是你 没什么不同 这是佛佛道统 诸佛菩萨 都是跟道的 这个大楼金仙以上的 这些次第的 天尊 大地 这些都是大成就者 你不要有障碍 所知章太多了 不懂实相 所以是这个就是四个东西 就是牢牢记住 清新消夜 不停地做法会 所以是有的人这个说 师父你还做法会 你都到这个层次里做法会 师父的肉身还在 他就有业力 一个肉身在人间的 没一个没有业力的 等到功德圆满了 释迦牟尼是八十岁 在双林树下 捏盘的那一幕 他才究竟圆满 在之前都没有圆满 所以还有人拿石头砸他的脚 还有什么头疼三天 这些都会经历 那都是业障显现 灭了日巴大师 最后走的时候 这个浑身疼痛 一个外道来嘲笑他 所以你看你这个 你都修到这个 你都要去成佛了 你还有病 他慈悲 他说我利用最后的这一点时间 利用这个肉身 不要浪费它 替终生担业障 说这个业障太重 他说我实现病 然后那个外道说 你骗人吧 你有病就是有病 你自己不能成佛 你有业障就是业障 他说这个病不是我的 为什么不是我的 我要转移出去 他马上就走了 如果是我的就转移不走 然后这个外道不信 他说那你转给我 你转给我 我试试 那个这个灭了日巴大师 说我不能转给你 受不了 他说你看你身后的木门 说我转一点过去 你再看 他这一转一点 砰 木门就爆炸性粉碎 就是这个粉碎性的爆炸 然后就都成木渣子了 片子 你看 哎呀 这种张眼法我也会 你骗谁啊 说刚抢南化 这众生也 就是你们这些东西 就是这刚抢南化 老师怎么视线神通 就是度不了你们 就是说玩戏法 这我也会 然后最后大师就说 好吧 我为了度你 还是视线一下吧 然后转了一点点 到他身上 自己就轰过去了 那个外道就轰过去了 然后上师赶紧把这个 业障收回来 然后他又醒过来 醒过来 叩头 这个败事 然后说那是他最后一个弟子 那个也成就了 因为真信了 当下一信上师 就容易成就 你真信了 上师的东西都是你的 大家要知道 这个轻隐消业 没有一个停止的 不要说我喘口气 我这次不做 我已经够了 那你就是业障深重 障碍了你了 没有停止的时候 什么时间你成佛了 究竟圆满了 就不需要再做了 没有究竟圆满 轻隐消业是永远的一个过程 那再就是 自己要找到师父 求真觉 修身外化身之法 所以藏传佛教里 有本尊修法 也是身外化身的 修炼方法之一 但是这个相对来说 难度大 就是你难以进入空性 你就不能真实的成就 就只是一个假的本尊法 但是我们道家里面的原神化身法 原神修炼法 那这个不必要你进入空性 利用体内的阴阳就可以完成 利用五脏的光就可以完成 这个方便简易 这是唐秘里面的法 也是道秘里面的法 也是当时古埃及里面的法 只不过在传递的过程中 在皇帝往下传的时候 经历了一个奴隶制时代 被上面收走了 所以是在前唐时期的 这个铁拐礼师尊们修炼 都还没得到这个法 在这个你们看到的参通器 周易的参通器的这个 这个里面 魏伯扬真人的参通器里面 都没这个法 它都是建修法 都是靠人自己怎么在体内修 没讲到神这个层次 天元神修丹法的传承人 空性上士 空性上人 那么这个了不得 他把这个法传下来了 接下来 这法脉传承接下来 不单是只是接了一个传承 技术方法相当完整 等你走过去再回来一看 哎呀 了不得这个 你看遍经典找不到 都是口耳真觉 所以大家要重视 那么这是修性体 这个化身法 大家要重视 所以是满意上士来修 教传的本尊 就是属于这个身外化身体 这个方法 它是用这个得意法来教的 那熊老师之前教的是 用金丹法来教的 所以熊老师在现在出的著作中 也特别强调 得意法 手意法 和金丹法 结合 可以快速成就 不是单修 一个手意法 一个得意法 就完成了 所以是大家要重视 所以是那么我的教学 从开始就倒着教 是从气脉明点开始教 老师你们看 从止观开始 从回到体内 修你们的这个 内下腹腔 修胸腔 修颅脑腔 修这个七经八脉 从这开始教的 这是从大圆满次第里面 它是圆满次第 所以我们是从这教的 并且我们请满意上士 传法的时候 也是从圆满次第请的 再回来道请本尊法 所以大家要懂得 十分的珍贵 我们这个平台 传出的这几部大法 是融合了精华 佛道精华 不要单一的去取舍 单一的都很难成功 所以这个是什么 这是修信这个部分 在修命这个部分 这个了不得 这个熊老师的这个法 十分完整 所以你们在学四年级的课上 我们开始讲 月夜环丹中级 就是玄灵修正礼法学 中级教材的时候 我会准备着 这次把礼业灌着 因为前面你们基础 初级很多礼 你们没学过 通过这个课 给你们灌进去 同时大量的法技 融在这个里面 使你们真正开始 产生玉丹的前兆 所以是真正的 能够练出玉丹来 所以是这个是命功上 这个我很感恩 熊老师 没有这个很难成就 很难成就 他最后是练气的 在第四年级是练气 五字下面四个点 精气神的气 抓住这个气 促使自己的神升级 促使自己的精 源源不断地升起来 然后使自己的命体 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我是过来人 我明白这个法的真真规 当然在更上一层的 大圆满次第 自信本尊的成就 这是等于是 相当于你的圣神成就 练圣阴的这个部分 所以是这些都是完整的 这是第五年级的课程 这就将来在后面再说 先把这个玉业环丹炼出来 舍离子炼出来 这个金刚不坏的舍离子 不生不灭的舍离子 把它坚固起来 凝聚起来 由它再化玉神 上层子 然后这是命宫部分的 修心部分的 就是咱们在止住八 进去酒这个部分的 这个大家要感谢禅宗师父 天台宗的传承 这个我在其他的师父那边 都得到一些绝不全不完整 如果没有这个部分 大家不能进去真修 就一假都一切假了 你用八十修炼 一假都一切假了 只有为什么在东蜜里面 它还有一支子叫台蜜 台蜜 台是天台宗 加上堂蜜 这个或者加上东蜜 这个才叫台蜜 台湾的台 这个台蜜 它就是把止观法加进去了 天台宗的止观 跟六字弃绝十分疏胜 你的五脏要转扬 你没有六字弃绝 你怎么转扬 你的毒气都出身 在五脏六腹部 喝呼吸吸出去 怎么能转扬 这些都带有酸性了 它腐蚀你的脏腑 所以大家都把这些法 当轻易得 当成等贤官 太可惜 没有认真联系 这个止观 修心这个部分 是来自天台宗的传承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些法之珍贵 清烟消夜 那么这个原始的传承 是来自熊川景教授的 但是我增进了很多的内容 根据DNA的学说 增进了四星祭祖 九族超度 我们现在自称体系了 不是哪一个师傅的体系 是我们自己 OOSS 自己经过多少年 结合现代高科技的量子科学 形成了独有的OOSS的品牌体系 这个其他的地方做 都跟我们不一样 在止观的这个教学中 我总结了大量的 这个五十多个师傅的经验 说是出来的东西 也都完全不同 这是我们独有的体系 你们去别的体系看 都跟我们不一样 所以今天把这个交代给大家 要珍惜OOSS的平台 那来之不易 老师在五年的教学中 这个也进步了不少 去除了很多糟粕 凝聚了很多精华 我现在还在经常的看这些密序的 原始经典 从中吸取了很多的 这个知识跟宝贵的经验 在慢慢的 后来的教学中 再传递给你们 所以是我们 我很理解 释迦牟尼在世的时候 他留下的四一法 其中要以了意经 不要以不了意经 要依法不依人 依依不依语 不要在乎那个言语说了什么 要言语背后的十项意是什么 真实意是什么 所以是大家要遵从 《涅槃经》里传出的四一法 要好好地研读经典 所以我们为什么把下面的佛堂 要建起来 要给大家一个讲经堂 那么就是给你们从十项意上 把一些大圣密圣的经典密序 都给你们深入地展开 让你们这一世有所依据 而不是说这是张卜生说的 这是李卜生说的 No 法无我 没有一个人的法 就像释迦牟尼说 我一辈子没有讲经说法 如果有人敢说我讲经说法 是为 王佛 就是你在诽谤佛 为什么 法无我 无非就是一个宇宙实相是什么 无非就是一个我们生命的实相是什么 我们的生命实相和宇宙实相要合一不二 通过你为天地立心 通过你的心去支配整个宇宙 这就是修行的最大的秘密 不是你去外在地去崇拜谁 去迷信谁 而是你就是佛 你应当成佛 你是老子 你应该还原成老子 你是最尊贵的那一个 这是要自尊自重 要保重 不要搞迷信 不要去外在地追求 所谓的高人又来了 哪个高人又来了又去追风 哪个高人比这个人还高又去追风 该你屁事 人家高该你屁事 你高不高 你要自己高 自己成佛 自己尊贵 这个才是究竟目的 所以我们为往胜记绝学 这些快要断的绝学 是绝顶好用的学问 也是快断绝 没有传人的一个学问 在我们OSS这个平台 要发扬光大 是更多的人掌握这些技巧 所以我们要把它传播出去 自己要实修实证 还要靠你们这些 去传播出去 培养年轻人 培养后一代 培养自己的儿女 都来做这个红法立生的实验 这才是我们真正作为老师 应该耽误起的一个责任 做地藏超度时 打了手印后 会用坚决化俘虏 拿喜仗 火龙珠 有意义吗 因为我们都不能理解 这个地藏菩萨 教给你们的超度法 它实际上就是本尊法 就是因为你们都练了气脉明点 练了止观 能够进入空性 所以是真正老师在发出强有力的空性证件 在照住这个场的时候 你同步也会进入空性 这个性一切 怎么画个地藏菩萨就画不出来呢 你的如来藏 你的如来性 画个地藏菩萨太容易了 所以是自己要从这个实相意义上 从空性的里面使用真心 这个叫因无所住 因无所住就是空性了 叫空性已成了 这个时候因为不住心了 你已经没有我 没有天 没有地 没有教室 没有人了 这不就空性已成了 空性已成了 因无所住了 下句要干什么 而生其心 生什么心 就是我既是地藏 地藏既是我 所以你会打手印 然后你会摆姿势 摆pose 我为什么给大家专门请了一个真的洗账来 那就是给你用的 你以为给老师用的 老师我的洗账拿去了 今天没有给我翻过来 他是给你用的 他是给你用的 你的神在用的 那你就化现了 这个化现出你是地藏 手中捧着火龙珠 然后 这个惊喜震开地狱门 哗啦 十八重地狱都为你而开 地狱众生 啪 全起来 所以每一个压的都受不了 沉重啊 腿寒啊 身上这不舒服 哪不舒服啊 可不是吗 地狱众生都上来了 那你的法力又不够 所以说那怎么办呢 那就赶紧念呗 念念念 念真的地藏菩萨也来了 跟你相应了 合一了 这个时候一合一了 那你没有了 你就是地藏 他拿着洗账 他拿着火龙珠 你不拿 你就没有相应吧 相应了就真的是变着姿势了 然后这个时候自己变得无量高大 然后继续光变法界 前面是无量众生 扑斧着 有的趴着 有的在嚎叫着 有的在哭着 求你 有的在合掌站着 有天上飞的 有天龙八部护着 诸佛菩萨也来了 这个时候你既是地藏 地藏既是你 然后什么时间 办完超度了 哗 浑身一清 哦 完成了 完成了 这就在空性中 你就有这么大的威力 这就真办了超度了 所以你看办一个真超度 你以为那么容易啊 为什么我说很多的道场都是在蒙人 所以他们那里的人生病啊 什么各种灾难啊 什么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堆积的太厚了 每年中元节也办清明节也办 结果没送走一个 拿着人钱财 那人不都住你那了 对不对 你说超度了就超度了 那真实的是没有超度啊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立自己的祖宗赐他 就是真正的为我们的九族有一个地方 为什么我们要见自己的佛塔 真正给众生一个能够办成超度的法场 道场 而不让大家这蒙蒙茶茶的 我这个最心疼的就是咱们南洋人不是不信 是真信 结果信了真倒霉 为什么 没找着一个真的师父 被那些邪灵欺负着 然后弄得浑身黑乎乎的 去一些没有佛的 没有菩萨的道场 办不成超度 自以为自己还帮了自己的亲人了 结果亲人还在那受苦 多么可怜 你们的大悲心生不起来 我真的是很心疼 所以很多人找我去调风水 我最心疼的就是信佛的这些人 家里供着观音 供着这个护法 结果越供 招的邪灵来越多 没有开光 没有正常 没有姐姐 结果弄得自己家人妻离子散 这个公司倒闭 身上有病 家宅不宁 招的邪灵邪鬼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奋起 我们为什么不能等待 就是这些人真信 他不是不信 但是误入歧途 为什么误入歧途 我们真的东西没有 人家找不到 你们都不肯宣传 你们太自私了 说着要度众生 都不肯去宣传 都不肯去说 我们这么多事例 这么多真实的东西 你不去说 人家怎么知道 口耳相传 怎么传出去 每一个要做这个阶渡人 阶影人 要广泛地把自己的客户 变成自己的引渡对象 把自己的亲人 变成引渡对象 把自己接触到的同事 邻里 所有的有缘众生 都变成你普度的对象 他们为什么不找你 不找我不认识 为什么不认识 没缘 他找到你 跟你有缘 有缘你为什么不度人家 我们佛门广大 不度无缘 但是佛门广大 要度有缘 你是医生 他就是来找你 他不是找你治病 他找你卸蛋子的 把他的因果 把他的业力卸掉 你要从因果学上 让他理排位 九足超度 冤金债主超度 起伏消灾 到佛堂 立排位 那么把这个因果卸掉 他哗啦 病好了一半 你再调他的肉体 经络一通 用药 马上病就减效 为什么你们治病不见效 好了又坏 因果未除 治标不治本 本是因果 是本因 这在课程中 都给你们讲了 道医学里面 没重视起来啊 可是狮子般白上了呀 没有好好地去理解 老师的苦心 办狮子般的目的是干什么 是你们有缘的众生 你们要去度 不要麻烦我老人家 OK 十一经 虽然已经上到狮子班 可是却无法 每一堂课都来 工作真的非常繁重 家里又出事 越怎么越修 障碍越来越多 我哪里做错了 你哪里做错了 你们说他哪里做错了 发心 发愿 没有发 没有真生起处理心 没有真正生起菩提心 没有真正要度众生 狮子般为什么要 我之前是想把它 倒个个儿 我再设一个三机 把狮子般调到四机去 上面不允许我 要请示 因为师父做事 也不能自己做主 这要上去请示 请示说 你的原来的次第是对的 你到三年级 他如果不发大悲心 他不发普度心 他不发这个菩提心 你教他干什么 你让他上四年级干什么 让他成什么欲业还单 那不成妖怪了 成精了 这是三年级 我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停顿下来了 把这个大圆斑法引进来了 把这个四加行 潜行 把这个出离心 菩提心 这个引进来了 之前我们的体系中 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停留在这儿 给大家干什么 让你们当老师的 发起出离心 发起菩提心 去补度众生 你什么时间 你的业力才能够 无始节的业力 才能够瞬间消失 你自己背 你要背多少 你要有一万个人 一人来帮你背一点 你不轻松很多 你度众生 都讲的是众生度你 众生帮你干什么 来扛业债 你帮他的时候 他就在帮你扛业债 分去了业债 你因为你帮他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这个你用光 用自己的功德 回向给他 帮了他 这个比钱多得多 你是无量光 你那个比钱值钱 他拿着你的光 他要帮你做事 做什么事 被业债 众生 我们不是我度众生 是众生度我成佛 所以你越度众生 越帮众生 众生来得越多 你的业债越轻 哪里去了 都被大家分走了 这不是你都背了 是你的学生 你的朋友 你的亲友 分了你的债去 这是你没有 好好地发心 你没有真正地 修大圆满的出离心 菩提心 四加行 前行都没有好好修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 老师为什么又多试啊 明明讲的这个 预约还丹了 请熊老师来讲了两次 升级课了 为什么突然停下来 教大家大圆满 没领悟到老师的深层的意思 玄界的深层意思 你光是有一个丹 光是有这些东西 光是有元神 玉神 圣神 你还是个妖 妖猴啊 你还要被如来佛掌 压下去啊 是不是自己有神通 有法力就行了 不是啊 在这个时候好好修心 修出离心 菩提心 大悲心 最后要有方便 究竟解脱的神通力 这是神通力 你们之前没有好好修 你们要修本尊 本尊成了 你记观音观音记理 你是地藏地藏记理 你就有这个神通了 你们前面已经修了 七脉明典了 有这个基础 本尊法太容易修了 所以这不前面的同修 他不讲了 他为什么又截手绝 然后又拿火龙珠 又拿喜仗 那不就是本尊化线了吗 你没有了 你是地藏 你看着自己就是地藏 进去光编 发现一个大神 法界那么小 你那么大 你不就能够度众生了吗 所以大家要重视 所以你们为什么说 我自己这个越修 这个越重 你太自私了 这么无上的大法 是给你去用来度众生 不是你自己成就的 不是你自己受用 不是你自己的事业顺利 不是自己的家庭顺利 是别人的家庭顺利了 别人的事业顺利了 你的事业就顺利了 众生心 就是要从这个地方 好好地发大愿 不要把这个四红誓愿 这个四五亮心 前面你们修的前行加行的 那些当成什么书去念 要真的动了心 真的相应上去了 你再来看 你的业障瞬间 哎 清了 不见了 尤其你的空性 在空性正见你念 你都是空了 你都虚空了 哪有业障能够粘上你啊 你都是虚空了 那个灰尘它起就起呗 业障起就起呗 你是虚空你怕什么 你自愧然不动 等这个因缘没的时候 那些业障自己就落下去了 都是灰尘而已嘛 你的虚空还会动 所以是空性正见 这个很重要 发大愿 出离心 发大愿 菩提心 大悲心 修方便神通 为究竟的神通力 这些都很重要 老师没有神通力 不可能把OSS平台 打造成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大家要跟老师学 好好的 有空性正见的基础上 升起出离心 菩提心 真正的度众神 不说假话 那么还要修方便为究竟的 自神而神的神通力 不是靠一个狐狸精附体 靠一个动物精怪附体 那些不能搞 我们这儿从来也不搞那些东西 所以大家要找到一个正法平台 不容易 找到正法的师父也不容易 找一个肯教你的师父也不容易 所以这些不容易 现在都变成很容易了 你们倒不容易了 那同学们有些发过来 就想说如果OSS同修 将来一天修炼成就 他们将会是肉身往生 还是红光化身呢 愿望一定是 寄身成就 红光化身 但是是否一定能成功 这个不是在于你自己想就能够成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修法中间 有这么几个保证大家 能够不再入六道轮回的方法 一个是寄此肉身成就 一个是什么呢 一个就是往生都帅驼天 去迷了内院身修 不再入六道轮回 一个是中阴解脱 就是在死的时候 在中阴这个时间 借这个文武百尊的力量 借自己前面修法的这个定力 然后在光中 在这个极尽光的这个过程中 化光 入本尊回去 回去一阵法界 那么这是三个保证 所以不能够保证你们都能够 寄此肉身 就宏观化身 但是这是个目标 因为你即便修后面的 往生极乐 往生弥了净土 或者是往生西方极乐 或者是这个中阴解脱 你没有一定的功夫都做不到 因为你最后死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有愿必成 弥了净土 有愿必成 但是你要愿心不退 明白了吗 但是你死的时候 我都跟大家讲了 死的时候 这个灵 从肉体中分离的时候 如灵归剥壳 你那个时候 是否说能够定住自己的心智 神识 而愿心不退呢 如果你的趁心升起了 愿心退了呢 你是否能往生 不能往生 所以最后还是在前面的 自己活着的时候 好好地去往一生成就上走 往寄生解脱上走 那有这个基础了 那愿心可以不退 刚才说可以牵食 直接出来 那么我们本身在教课的过程中 就进行着身跟心的分离 心跟灵的分离 我这次讲课讲了 首先你的身要知道 这个是个壳 我要从这出来 谁出来了 神识出来了 神识出来了以后 在神识里面 有魂 有灵 有魂魄 有灵 魂魄神跟灵 魂魄神都要化光 回归灵光圆满 这个时候 你的心 还要跟灵再分离一次 就是没有心了 没有心了 没有心才无助心 无助心 再生起心 那就是灵的作用 那就见功德了 功德圆满 是什么 所以我们有一个身跟心分离 心跟灵分离 灵光圆满 究竟成就 这么几个步骤 都在系统的课程中 给你们逐渐展开了 你就是 还说我认识张卜生 我赖着你 我死 要不能去兜摔驼天 我找你 你也去不了 这种心态要调整一下 这放赖 没人保证你 我们这真的不保这个东西 就是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你自己 成与不成都在你自己 好不好 下一个问题就是 请问完成狮子班的成就是什么 狮子班的成就 这个是 将来要考你们的答案 不能够完全告诉你 但是至少 你要像个老师的样子 一个老师 狮子班的成就 老师要干什么 说是在狮子班 我都讲过 狮子者 要作为狮子者 这个老狮 狮野的狮子 狮子 他要干这么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要解惑 就是人间有不懂的东西 你要能够解惑 所以是到今天我还没被人问到过 这就是你们要找的老师 因为他能解惑 就是我有所有的疑问 所有的问题 他能给我解答 解惑 解惑之后要传道 就是把什么是佛 什么是道 这个究竟的 这个要只是给人传道 你这个传道 他还有个肉身在 所以你要授业 授业是什么 你要教给他技术方法 他能够活着 能够吃饭 能够养家户口 这是我跟一些徒弟们 或者是一些身边的学生也讲过 说老师为什么要在全球建三百个点啊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我三百个点 今天在新加坡 明天马来西亚 后天到印尼 后天 我一年一天走一个点 老师闲着没事了 建这么多点 所以都给你们建的 为什么给你们建的 你们将来退休下来 或者失业之后 你们需要一个吃饭的地方 需要一个能够赚出钱来养家户口的地方 所以新加坡OSS这个道场 张卜生来 是从零建起来的 师父没给我一分钱 没给我任何的物质上的一个资助 在法界上有资助 在肉眼看不到的世界 都没有为我建一个道场 为我建一群人 建立基础都没有 都是我来新加坡丛林打起来的 我们在世界各国 在马来西亚也是丛林打起来 没有说这个道场是师父建起来给我了 我再来为主的做 但是老师慈悲 因为知道建道场的辛苦 所以在我活着的时候 我尽量把这三百个点建起来 建起来给你们 给你们能够吃饭 能够养家 那这个能够授业 就是你有一个事业 这个我们八正道里面的正业 正业就是度众生 就是正业 不度众生 都是旁门左道的事业 你卖保险 邪道 邪门歪道 你搞房地产 邪门歪道 你只有度众生 正道 因为就这一件事 只于一 正道 正业 就是一件事 度众生 自度度人 度众生圆满了 功德圆满成佛了 就这么一件事 其他都是不务正业 你以为你现在了不得 你干的事业 你是正业 不是正业 不是正业 只是善业而已 这个善良的善 你不作恶 你不杀生 你不偷盗 这就只叫善业而已 不是恶业而已 所以这不是正业 正业只是 就是一个度众生 就是一生成就 就是自成就 指导别人成就 所以师父这么辛苦 老师这么辛苦 为谁辛苦 我现在如果是过好日子 我就守着新加坡 这一个道场 其他道场 谁我也不干 我吃香的喝辣的 我少什么了 我又不要什么知名度 知名度多了多类人啊 满意上市 一天接见五千人 我的妈呀 我想起来头都大 五千人 这怎么接见 他老人家力量大 我不行啊 所以是我不要出这种名 我就是够吃够喝 能够养家 孩子能够上大学 最后都能成人 都能去度众生 我就这么个愿望 没有别的愿望 我要什么东西啊 那都知道那些都是假患了 我都天天跟你们讲了 我要他干什么 所以说大家要知道 这个建刀场不容易 因为没点神通力 你建不起来 老师在这儿 如果不帮人治病 不帮人镇宅 不帮人这个开光 不能做这些事 这个道场没有今天这种规模 没点真东西 谁听你来 乐乐乐的老说话啊 所以是大家要懂得 老师在为谁建道场 为你们 所以是你们刚才说 老师作为狮子般的 什么才能够说 达到圆满了 你能够解惑 帮人家解惑 解惑就是人家被鬼馋了 你能把那个鬼赶走 解惑了 否则你说 哎呀我知道你是被鬼馋了 那有用吗 他还是被鬼馋着 有用吗 没用 你家风水不好 那你给我调 他说我不会啊 你等着我老师 从三百个点再回来 轮到这儿再说吧 那你能解惑啊 也解不了人家的货 所以老师教这么苦口 我为什么把风水班停了 没一个真气的 你们前面学了都不会 我教你什么东西后面的 你以为 把课程都上完了 我就毕业了 你等着吧 你这辈子后面 我什么时间教再说 我把很多课停了 不教了 什么 没用 你都不像个样子 学了不去练 学了也不温习 再教太多的东西 不浪费 所以大家要懂得 老师的苦口婆心 你要能够解惑 就帮人解决问题 身体不好 把人调好 一捕星象山啊 对不对 要通灵啊 要自神而神 捕就是通灵啊 要能够懂天道啊 要能够懂风水啊 相学啊 能够给人讲 成仙之术 仙学啊 一捕星象山啊 都要会啊 都要去实证啊 这就是老师啊 这才能给人解惑啊 这个我们做这些的目的是传道 让他懂得什么是无极大道 什么是一阵法界 什么是究竟实相 人生究竟目的在哪 这是传道 你能解惑了他才信你 他才听你传道 传了道以后干什么呢 你传道他还没成道之前 你要帮他安身立业 你要让他一个能够安心工作 专心宏道 专心去学道 成道的这么一个事业 所以这个在密法里面 叫结膜部 又叫佛陀试验部 所以我们等着你这个 我们庆典那一天 我会给大家分享 我们又建房地产公司 又建装修公司 又建这个公司 又建节能公司 目的是干什么 无非是让大家能够安心修道 绊道 不愁钱花 不愁 这个不担心自己退休以后 去哪儿 讨饭 对吧 你至少来OSS 还可以讨一口饭吃 安置在这个平台 安置在这个航空母舰上 母舰上一起去成就 所以这是作为一个老师 要为徒弟们想的 所以我当时跟我的师傅 去闯荡江湖 就十分辛苦 我就知道钱难赚 事难办 所以老师是想给你们 打下一个基础 我也讲了OSS的事业 要奠定百年纪业 三代人要使用这个平台 使用之后 它就不是300个点 全世界都在用我们的东西 那这是我们的 真正能够扭转人类的 错误发展方向 要经过百年数人 所以大家要跟我一起 发这个怨心 一起做这件事 而不是说等等吧 等等吧 等等吧 等等你就不见了 下一辈子再来了 那就太可惜了 完成师资班课程 过后我们下一步 要做些什么 后面还有很多 我们是总共是七级课程 前面基础的这个部分 大家一级二级 三级十字班 四级是一夜环丹班 五级是今夜大环丹 那六级七级是老师单独辅导 所以这个总共是我们是七级课程 所以大家要懂得究竟圆满的成就 不是容易的 要按着这个次第去修行 修学 主干是这种七级课程 那么旁边的支撑 有很多的 什么埃及课程 什么密法课程 什么愣眼睛 什么三轴线 怎么去做人 这些来支撑 那都是围着这个主干 这七个课程势力的 大家要知道主干是什么 我们的这个体系 三轴线 四项线 那么这个人生的这个格局的 怎么去判断 DNA的诊断 文化基因 这个企业的文化基因 人生的文化基因的诊断 调制 扩大格局 这些都在三轴线 四项线的课程中 所以这个我回头看怎么安排 今年年内 给你们把这个课程搞出来 搞出来就是让你们真正会用这三轴线 到现在很多人还是个晕的 光知道三轴线还是个晕的 但是要系统的把这个三轴线 四项线给你搞清楚 你就真的明白了 你就真的明白这辈子要干什么了 所以是这个是很多课程 那么逐渐展开 但是都是按照这个七级课程设计的 好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一月环丹课程过后 我的头顶有九个洞 有些身有的很浅 但现在慢慢变浅了 练功也很难入状况 请师父指点 这个跟你没有发大愿也是有关系的 这个你头顶的九个洞是连接天上九天的 就是往天高一空间连接的九个时空隧道 九真人走的时空隧道 随着你的愿力不实现 骗了师父 然后不肯真行道 所以是这九个洞慢慢就要关闭了 因为它是来自先天的疏能管道 你不用不用它就关闭了 那上天的东西 它不是给你自私自利用的 因为你发了愿 因为那个你真正信了 所以是你有一段时间精进了 所以是跟进了 然后你就精进了 三沟九洞 你九洞已经形成了 九洞是四个大洞四个小洞 不是一般深的 三沟 三沟是很明显的三个沟 这真正的一条沟 它不是这么一个浅浅的一条线 是真正一个很深的一个沟 是磨头可以磨出来的 所以你的三沟还不够深 这跟你的愿不真都有关系 所以是这个愿要真 愿要窃要行愿 真正在行动中 做的都是自己的愿力 那上见师傅才会加持 那么同时呢 你的命工 因为我们没有及时的跟进 育业环丹的 这个根基部的育业环丹 虽然熊老师讲了 这个升级版的育业环丹 但是基础部的你们都没有上 这个课程我之前是想请熊老师来上的 结果他真的太忙 他甚至责怪我 连钢斗法都没交给你们 他说你钢斗法都没交人家 我说师父我连育业环丹还没交 他说啊 我说你别啊 他们都不争气 因为到那个五年级才叫钢斗 钢斗就是天人合一 那一日千里 但是这些都是你们基础要打好 怨力要真 有的修钢斗法 怨力不行 他的功夫 就直接被这个钢斗就弹到斗外面去了 轰就掀出去了 那这个下来的钢星 那些神星君 看你你这什么玩意也来练这个 砰一巴掌就给你推出去了 所以是都有这种情况 所以是你自己不是说不想教大家 然后真的不争气 没几个争气的 你看狮子班这么重要的 上课到一堆人 答疑不来 不争气嘛 都觉得无所谓啊 忙就忙到那个份上了 忙都是业障 我都跟你们讲了 都用各种的法牵引着你来不了 你就被他业障 就被他张住了 多可惜 好我们再次锐烈掌声 感恩感谢我们的二师张博生大师 请不吝点赞订阅